可以听什么比个OK 好 谢谢大家 好了 首先感谢我们的老师 给我们营造了那么好的环境 给我们打造了梦工厂 我们这个那么庞大的团队 那也是感谢我们的明峰姐 给我们刚才做了一个那么用心 那么棒的主持 那刚才明峰姐的时候 我不走进我们老师这个团队 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平台 我们怎么 我就要讲说我跟那个明峰姐 能够去成为清华的校友 那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平台 或在一个公司当中 能够跟明峰姐去平起平坐 做一个事业的机会 都是很难得的 对不对 因为呢 其实因为我知道明峰姐 她考上清华 她的含金上是太高了 因为我就在上海 然后呢 因为我是从小 在上海的虹口去长大 然后我是知道上海的家庭区 学习成绩在整个全上海 都是排前面的 那明峰姐呢 又是在 上海的家庭区的文科状元 考进了清华大学 那是不是真的叫做学霸中的学霸了 对吗 所以说我觉得像明峰姐这样的人物 我觉得真的 只有在电视当中和新闻当中 只能听到说 我们隔壁的谁是谁 都是隔壁家的孩子 对吧 然后呢 而且是隔壁家的孩子 还不一定像我们明峰姐那么优秀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在我们老师这个团队当中 真的叫做藏龙卧虎 首先呢 也感谢明峰 其次呢 接下来也感谢明峰姐 给我这次机会 能够在我们的云学堂 跟我们全国还有全球的 我们所有的孟工厂的伙伴们 去分享一下我自己创业的一些经历 也是给大家就是一些 不能讲说去学习 只能说我们去来交流 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因为我们每次学习 现实上肯定有很多 我们第一次来的朋友 然后我介绍 我姓陈 叫陈鹏阔 那我是来自我孟工厂 上海市场的负责人 那我是呢 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20多岁的时候 20岁出头的时候 走进我们孟工厂这个团队 虽然现在看上去也先20多岁 其实呢 现在已经35岁了 这个因为保养的比较好 为什么保养的比较好呢 一会儿会跟大家分享起 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做到一个看着像40岁的男人 却不像40岁的保养秘方 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好吗 那因为呢 我从小呢 在上海长大 所以呢 因为我 虽然我是上海人 但是呢 我在那 上海虽然说是全中国非常好的城市 北上广都是最好的城市 对吗 但是呢 再好的地方是不是也有普通 也有穷人 对吗 所以说那虽然我是上海人 但是我家庭出生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上海普通的工性阶层家庭出生 那我妈妈呢 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然后呢 我爸爸呢 是上海的普通的一个工人 然后呢 就是我从小记得我妈妈是一天半都没有上过 我爸爸就拿着微博的工资去养活我们一家三口 然后呢 我从小呢 是在上海哪里长大呢 就是在上海的弄堂里的房子 就有点像我们北京的私客院 就是每个城市是不是都有那种 非常老旧的那种平房和建筑 那我从小到大就是在上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我们上海的横户区啊 就是那个地方呢 就是又脏又乱又差 这个地方是我们上海当地的叫贫民窟吧 所以说就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 而且我小的时候呢 我家的房子多大呢 是房子特别小 是公共厕所的 从小去上公共厕所 然后呢 只能用 然后呢 我家房子多大呢 是不到十二个房子 妈妈在那个房子里呢 生活了将近20年的时间 然后是连窗户都是没有的 就走廊过道 然后呢 就是通风会 所以为什么会之后造成我有鼻炎啊什么的 从小就是因为家里的空气不太好 所以说就是从小 但是呢 我家那个地段呢 有意思哈 我家那房子的老房地段啊 是在上海的现在一个地段 叫做北外滩的地段 那很多朋友是不是都知道外滩呀 都知道上海的外滩是那个上海的中间 对吧 房价是那个寸土寸金的 然后呢 我家那个地段就是在上海的外滩的 北边的紧挨着外滩的地方 然后步行到 步行到外滩 也就是两公里到三公里的距离 开车也就是五分钟十分钟就能到了 如果不足的情况下 所以那个地段是不是非常非常好呀 所以说我家老房那个地段呢 是仅次于上海的最贵的房子 像那个普通陆家嘴啊 包括外滩啊 还有上海的新天地啊 就是属于仅次于他们的地段的房价 我从小到大在那里长大 然后呢 就看着我们家里的那边的棚户局的房子 拆迁 拆迁完之后就会建商品房 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套商品房建起来的时候呢 在上海卖是多少钱一瓶呢 是在我小时候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房价是大概是五六千一瓶 很便宜 对吧 五六千一瓶 但是呢 我就眼睁睁的将近快二十年的时间啊 看着上海的我家那边的房价从五千 现在已经涨到十万一瓶 十万一瓶 那就等于说在那边买一套房子啊 就是很普通的一套房子一百平米 就得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所以说 因为我小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房子 拆了之后又建起来 然后呢 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啊 有点上进心的话 是不是都会想去过好的生活 对吗 所以我小的时候呢 其实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第一步要和梦想 想大学毕业之后 最快的速度通过我的努力 在上海我爸妈去买一套房子 可以去孝顺它 起码先 北外台的地方 但是呢 那个房子 算一下 那房子了 现在上海的房价均价大概是七万到八万一瓶 七万到八万一瓶 然后呢 那个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呢 我算了一下 当时算了一下要七百万 当时我是在大四的时候 大三大四的时候 就是开 因为我大学是学会计的嘛 然后再加上我是上海人 就是比较务实哈 做什么事情呢 就先把账算好 就是就像我们老师讲说 我们做任何事情啊 不是他不是说你做这个事情 你喜不喜欢 而是说在于这个事情值不值得 对吧 就像我们很多 可能你的介绍二人会跟你讲说 哎呀 我们这个世界可能 我们给你讲了我们这个世界 你可能感觉会不感兴趣 那请问就像我当年 刚进来的时候 我跟我的介绍二爷讲 我对我们这个世界 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对唱歌做音乐 去当明星感兴趣 然后呢 对我们这个世界感兴趣 但是呢 后来我的 后来我听了老师讲 我就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道理 就是 那我们每个朋友 今天每天你去工作 你去上班 你去做生意 你就对做生意和工作 就特别感兴趣 对吧 你对工作的本身是不感兴趣的 没有几个说 老板不给你发工资 你就特别感兴趣的去上班 我觉得这样的人 只存在于李嘉诚 什么马 马爸爸 什么马华腾 他们这样的人 已经很顶尖的成功人 不是为了钱 而去工作的人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多数人 是不是都是 不是对工作感兴趣 对工作的本身感兴趣 而是对 是不是工作之后 老板能给你发的那个钱 或者说你做些生意 能抓到那个钱感兴趣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成年人 我们去做事情 不要是在于说 这个事情到底喜不喜欢 感不感兴趣 而是说这个事情做完之后 这个事业做完之后 它的结果到底值不值得 对不对 那结果值得之后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 更好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不对 我再回过来讲 那当年我大学的时候 设定目标 就是要给我爸妈买房子 那我就算了笔账 那我们在我在上海这边呢 要通过打工工作的话 要给我爸妈买一套普通的住宅700万 你也不要去挑是不是 那个是不是上海的市中心的房子了 一般现在上海700万房子 基本上就相当于北京的五环的房子了 五环的房子了 然后呢你也不要挑是不是二手房了 也不要挑是不是凶宅了 对吧是不是凶宅了 你能不能买得起 就已经能买得起 已经非常不错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我算了笔账 那我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当年哈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大概是公 我们就算现在吧 现在大学生毕业出来之后的工作 工资大概是6000 差不多左右五六千 是不是多一点大概7000块 是不是平均工资哈 那我们在上海这边 一年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那像那上海的情况呢 基本上跟北北京 广州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对吧 然后呢 那一年不吃不喝 一个月就算7000块 那你一年是不是就攒七八万块 对吧 那我们要买套700万的房子在上海 那需要多长时间 那大家应该都会算了吧 就不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对吧 而且去看电影 你只能看2D的 不能看3D的 更不要想看IMX的 是不是 就是什么生活质量 不是那句话都这样讲的吗 现在我们在北上港买房子 是不是成了房主了 对不对 比如说如果贷款买车 如果贷款买房 对吧 你发现每个月 把贷款还完之后 伸到自己手上的钱 发现生活质量特别差 对吧 现在很多的年轻的现状 80后90后的这样的现状 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所以说那我当时就想 我要通过打工的话 去给我父母买套房子的话 将近100年的时间 那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22岁 那我就想 我是不是人生 122岁的时候 才能给我帮忙买房子 当时我还特别天真 我是十二星座当中的白养座 白养座是十二星座最天真 最单纯的星座 我当时还想 那122岁买房也行 结果上我们学校网吧 然后去查了一下 说全世界活的最长寿的老头 是在北海道 那人家北海道 日本那边是 那个空气 自然环境比较好 咱们中国是不是环境 已经被污染好多年了 在北海道有个老头 活了多少岁 说现在人类最长寿的是118岁 我想 我没机会活到122了估计 所以说 那我就想 那其实不是说打工不好 因为就是因为 对 我相信我们每个朋友都有梦想 对吧 而且我们现在 线上云线上学习的伙伴们 很多都是来自于北上广 还有很多的二线 三线的这样的 非常好的城市 对不对 包括在国外 我们全球的伙伴都有 不是猛龙不过江 对吧 不是很优秀的人才 都不会说 会去到国外 对不对 去打拼 就像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说 我们华人去到国外 不是去鬼外国人打工的 我们是去外国成功的 我们想想有多少的 华人到到国外去 好像是去寻梦的 但你会到那边沦落到 好像还不如 还不如国内活得好 然后呢 每年过年的时候呢 或者说是过几年 回到中国的时候呢 好像看着挺风光 对吧 但是呢你会发现 就像老师讲说 我们有体面的工作 看上去体面的生活 但是却没有体面的收入 对不对 就像我们今天去找一个事业的 概念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穿鞋 对吧 那我们穿一双鞋 这个鞋啊不光要好 这个鞋啊不能只说追求好看 你发现很多 如果说你买一双鞋 质量不好的话 看上去再好看 但如果磨脚后跟 对吧 然后磨那个脚趾头 然后穿了一天 都磨出血泡来了 对吧 那是不是遭罪 就是自己遭罪嘛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因为你看 因为我特别喜欢鞋 所以经常就会买很多些鞋 就是很多男生 比较喜欢鞋嘛 就买那个什么AGM那些鞋 那些是不是都 也价格也蛮高的 对不对 但我发现那些鞋 买回来之后 样子是特别好看 然后呢搭衣服也特别好看 但你发现就特别硬 你看买过AGM的朋友知道了 对吧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鞋啊 真的时尚达人都喜欢穿那些鞋 但你会发现穿的特别磨脚 而且鞋底特别特别硬 对吧 所以就像我们呢 就像穿鞋 我们工作和做事业 就像我们穿鞋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穿鞋 是不是得穿的舒服呀 就像我们去做一个视野 那这个视野的结果 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而不是说我们去做一个行业 做一个工作 让我们的亲戚朋友 身边人觉得很体面 但是我们 但是做了这个视野之后的结果 却不是我们想去达到的那个结果 而也不能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我就想那我大学 包括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 要考很多证书 因为当时回到上海这边工作 就是 人家比如说像一与四六级 证书啊 可能很多年生四年 第一年就把四六就全都考完了 然后呢这个当时 当时还考了很多很多证书 但你发现考完很多证书之后呢 我就开始迷茫了 我就发现拿了这些证书之后 能找工作 顶多也就是一万块 在我们的 在我那个时候 对吧 顶多现在也就一万多块 就算你就算一个月 月薪能达到三万 就算上在上海这边 你月薪达到三万算高的了 对不对 都很难能够通过自己努力 用工资在上海去买房子 是不是 所以我当时就想 哎呀我在上海这边 通过自己努力 连买个房子都买不上 而且我人生有两大梦想 就第一个梦想是能够去 让我的父母和家人 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买什么东西都不用去看价格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财富自由 然后呢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 我第二个梦想呢 就是想去做音乐 然后去成为一名歌手 想去做音乐 那我们知道这个 如果学过艺术的朋友知道 是不是学艺术的 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宝妈们 现在是不是经常给宝宝 去抱一些各大的什么 外面的补习班兴趣班 就这种补习班兴趣班的 只要跟艺术搭点边的 你会发现都花好多钱 对吧 都花很多很多钱 所以一般家庭如果不富裕的话 是很难去培养出来一个 什么在艺术方面 对吧 能够有造诣的这么样个孩子 对吧 所以说那其实你会发现 我当了我相信每个朋友的梦想 一定是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有的朋友可能想去实现 环游世界的梦想 想去吃一遍天下美食 想去比如说女孩子 可能想去开个什么 什么咖啡店 开个民宿 对吧 反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 都非常的棒 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实现梦想的 根本问题是什么 其实就要去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要去 就我们老师的话讲说 就是要去解决 人生要打开两把锁的问题 你会发现我们人生 所有的不快乐是因为什么 我们所有的梦想不能去实现 是因为我们的每天的时间和精力 是被两把锁给锁住了 第一把锁是什么 第一把锁就是金钱的这把锁 金钱的这把锁 第二把锁就是时间的这把锁 其实我们只要打开金钱的这把锁 和时间的这把锁 我们就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大家觉得认不认可 如果认可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抠666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当时上大学 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大学一毕业 快毕业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 我这辈子一定不能给别人去打工 因为不是说打工不好 打工其实也蛮好 至少你不用像老板那样去操心去做生意 每个月也不用去操心说给员工发工资 每个月也不用去操心说下个月的房租 到底能不能付得起 对吧 明年之后我们的公司到底未来在哪里 至少每天按部就班去打卡 拿着死工资也可以 但是问题是打工真的不能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对吧 就像我刚开始第一次来到我们环境的时候 听我们老师在去分享一堂创业的课程 老师就讲到 老师就在我们的黑板上 白板上写了一个打工的公字 就告诉我们说 你看我们中国 我们的文化是非常的伟大的 对吧 你看现在人类的四大古文明 四大古文明 埃及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 对吧 这些文明 包括我们中华文明 现在人类的四大古文明 现在是尚存的 而且发展的非常辉煌的 就只剩我们中华文明了 对吧 所以说你看我们祖宗 造资都是有非常有学问的 非常非常有这个高度的 你看公子的公子怎么写 每个朋友我们可以在自己笔记上写一下 公子的公子是不是一横一书一横 对吧 那公子的公子你会发现 往上出头的话 这个字念什么 念土 对吧 就告诉你如果你打工往上出头的话 你就入土了 对不对 这辈子都实现不了梦想了 那公子的公子如果往下出头 那这个字念什么 念拼命干的干 对吧 你只有拼命干的命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我就想打工真的是没有出路 能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所以我当时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立志一定要去创业 因为只有创业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能够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人 绝大多数95%以上的人 都是去创业的人才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不对 因为只有创业你才能去打开金钱的这把锁 和时间的这把锁 那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 那我们要去创业的话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就像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在选择 那我要去创业的话 那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那因为我这个人做事情 是比较落实 也比较去理性的 所以说我就想 那我要去创业 我到底应该去做什么 那我要去创业到底具备什么呢 我就在自己的这个本子上 就写了几个字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创业需不需要资金 要需要资金对吧 你看现在上海和北京 广州这样的城市 你要注册一个当地的营业执照 你的注册资金最少就得 就得在100万以上 对 那试问一下 我们现在在中国这边有多少个 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或者说我们有梦想的人 能家里能一下拿出100万现金的 当然我相信咱们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人 对吧 我们现在大家的物质条件又来好了 但是我相信像你们这样的朋友 一定也是比较个别的对不对 也比较个别的 绝大多数的人是拿不出100万的 对吧 所以说我当时我还问我爸爸妈妈 我说我们家里有多少钱存款 我想拿这个钱去创业 后来我妈说你就别问了 说股票亏的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我妈炒了20年股票 钱基本上亏的也差不多了 然后当时我还问我爸 我说我们家到底有多少钱 他说你就别问了 反正你妈把股票全抛了 现在顶多能拿出5万块 我想5万块能干嘛 5万块在深海街面开个奶茶店 买些设备的钱都不够了 所以说所以我当年创业真的是一穷二白 没有任何的条件 真的是白手起家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不是给大家决心的 我是给大家信心的 因为我当年走进这个环境 更伤我们的老师 一穷二白 然后没有任何的条件 也没有任何的资金就可以白手起家 然后一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白手起家好不好 我继续讲 所以我当时想 第一个创业是不是需要资金 第二个要不要人脉 第三个是不是需要背景 是不是 然后最后还需要经验 是不是 后来我发现我在本上一写 这些东西好像我全都没有 后来我就发现我好像只剩一个什么 当时我在写资金以前 我还写了两个字叫梦想 就是我至少还有个梦想 对吧 虽然说这个希望比较渺茫 但是我至少还有个梦想 后来走进我们这个环境创业 我后来我才发现 当我创业一路过来之后 我也经历了很多事 我会发现 其实创业路上 我们去创业 最关键的是什么 其实不是资金不是条件 是我们的去创业的信念 和创业的梦想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用我们的李克强的总理 用我们李克强总理的话去讲说 一个人这辈子要去成功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梦想是比黄金和货币更宝贵的 对吧 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说 一个人成功不靠条件 靠信念 不靠方法 靠想法 如果一个人你家里条件再好 如果说你没有创业的想法 你没有是一颗上金心 你没有一个事业心的话 是不是给你再好的条件 你也不可能去成功 对吧 就像老师一直跟我们讲说 一个人说当全世界认为你不能成功的时候 你认为自己就能成功 你就一定能成功 但如果说全世界的人觉得你具备成功的条件 你一定能成功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行 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能成功 那你这辈子一定是成功不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人生这一辈子最重要是谁啊 是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对吧 自己要上金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 在学责我创业到底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我认知当中的 我知道的很多的创业项目 好像都不是属于我们这些平凡人 和我们这些普通人的 因为动不动就要拿出个几百万资金来 对吧 这不是属于我们的 而且每个朋友我们在想想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这个时代啊 是不是重资产创业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对不对 就是我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有很多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 反正我近一年经常会接到很多一些银行电话 说陈先生你需不需要贷款 后来我问了一下才知道 一般你在银行里面流水比较多的 对吧 因为是不是公司每个月12号 给我发那个佣金和收入对吧 银行都会看到的对吧 好像看到我的流水还不错 然后经常会给我打电话说 那个他以为我在创业 说陈先生你需不需要什么贷款什么资金 后来我想那个我们这个行 我们这个事业是不是不需要任何的成本 也不需要贷款对吧 因为有钱也不需要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电话就直接就挂了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很多银行 机构啊 他们手上有很多资金 但为什么你会发现他们打打打打 这个电话会来多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很多银行一些机构 他手上不缺资金 但是呢现在是不是去好项目呀 就像比如说我们就算 哪怕你借到了这个钱 那请问你到底去做什么呢 你那你去做 你决定的去做这个项目 你就决定能保证 你一年两年三年之后 你就能回本 你就能赚到钱吗 是不是我们现在都不敢去投资啊 对不对 前两天呢 那个我们北京的有一个 就是我们那个C1街小组伙伴 我们的宣称大哥 在上海这边有个有个新有个朋友 然后呢我跟他吃了一顿饭 就再去聊 因为你看在上海这边啊 就是因为上海是金融中心嘛 前两年在上海有很多的 像这种金融的一些公司 是不是就是开始割韭菜干嘛的 是不是让你投个几十万几百万 你看我身边有很多同学 因为去做这样 当然我们不说这个行业不行 就是每个行业都有成功的 每个行业有去骗人的 对也有去去那个去 这个这个去伤害别人的人 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呢很多人为什么会受骗 是因为我们的学习力不够 我们的认知力不够啊 然后呢我们的认知没有提升啊 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想去投一些项目 我们想要别人的力 但是很多的一些机构 是不是就要了我们的本啊 对不对 因为这些这些机构 他就抓住了我们很多老百姓 现在心里是什么呢 大家都想去赚钱 大家都想去创业 但是呢你会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啊 现在大家都想去创业 但是问题是呢想去创业 他只想投钱 但不想努力 不想踏踏实实的去做市场 不想踏踏实实的去把这个事业给做起来 只想着说哎我去投一笔钱 我每年就是闭着眼睛拿那个利息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说我也分圈每个朋友 这样的事儿在中国也不可能了 对吧如果你去投一些项目 一些利润是吧 他的利息如果超过15%以上 那国家都已经讲了 基本上就是属于诈骗了 对不对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息 所以说我们现在中国这个时代啊 是真的如果你要有创业梦想 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去创业 对不对啊 踏踏实实的去创业 啊 所以说我当年呢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发现我做很多传统的这样的行业 好像我一个都不能做 但是呢还有一个梦想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啊然后呢就是 所以就在我人生最迷茫的时候 特别感谢啊 我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介绍 那时候呢我记得啊 在周一的一个晚上 我就去到了哈尔滨 因为当时我是在哈尔滨上大学 那我们的老师 当年刚创业的时候 当年刚创业的时候 从德国留学回来之后 然后呢就回到了哈尔滨 在哈尔滨开了我们的第一个 我们的团队的会场 那当时呢我就走进了我们梦工厂的 我们第一个会场 就听了我们老师 就做了一场演讲 啊那个时候呢 因为当时呢我的介绍呢 因为我在没走进我们环境以前哈 我当时呢就是在大学毕业的 快毕业那个时候啊 经常去图书馆 啊在学校图书馆 包括在网上去搜 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个概念啊 就是我们要去创业啊 一定要去做什么样的行业呢 就是要做趋势性的行业 对吧 我们不能去赶的流行 就像就是我们要去创业 不能去追赶流行 要去把握住趋势 对不对 就像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 做生意是不是都挺盲目的 就是你看前两年可能这个这个行业火 他就去做那个了 然后呢这这两年的这个行业好 他就去做那个了 从从来没有去思考过 说我们五年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我们中国这个市场 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行业 对不对 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啊 一个一个项目 能够去真的能够去啊 去造福于老百姓的 对吧 能够去踏踏实实能够去啊 创业的这么样个项目 对不对啊 所以当时呢我大概就知道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去创业 一定要去把握住趋势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经常去图书馆看很多 关于创业类的书籍 而且我我看书啊 不是去瞎看的啊 不是看一些什么道听图书的 什么小版出版社出来的书 因为有些书他他会瞎写 对吧 我是看大的出版社的 包括一些权威的资料 后来我总我综合了一下啊 我综合了一下啊 我就看了很多书 尤其有一本书啊 是对我印象特别大的 就是这本书的这本书呢 叫穷爸爸富爸爸啊 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看过 因为这本书啊 它是非常权威的一本书 就但凡你只要想去创业的朋友 这是立坎的啊 因为因为这本书 它是被全球 这本书很权威呢 它也不能下去看 我们今天看新闻 是不是也应该现在很多的新闻 它也不能去乱报 因为乱报的话 如果不符合事实增强的话 是不是要造谣 是要去负法律责任的 对不对 我们一般会看央企的新闻 也就是央视的新闻啊 或很多些权威的一些媒体 会比较比较确切 对吧 所以那为什么我我我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因为这本书很权威 首先这本书呢 它是得到了全球将近 100多个国家的啊 就是首脑 包括就是啊 就是首脑 包括整个国家的认可的 因为它是翻译成了 大概是全球 大概将近啊 50几种语言啊 封离全球 大概将近200个国家 100多个国家是发 100100多个国家是 销量非常非常高的 就这就等于说这本书 是不是不光是中国认可 是全球所有的人 是不是都认可的 对不对 而且最顶尖的人 都很认可的这本书 对吧 而且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 这本书的作者呢 就是啊 美国三任总统的 个人的经济顾问啊 后来我发现 这个作这个作者 他扶持了美国的三任总统 是在美国当年啊 那那那那那 那十几二十几年啊 是美国经济 最辉煌的时候 他预测的经济 基本上是100%全准的啊 就是这么这么这么样一个一个一个很成功的人啊 而且是全世界的人都非常认可这本书 所以当时呢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呢 包括我综合了很多些资料啊 后来我就发现 那未来我们到底做什么的行业啊 大概做什么的行业是一定是有趋势的啊 后来我就发现啊 这个行业叫做健康产业啊 叫健康产业对吧啊 所以说就像我刚来我来这个环境的时候 老师跟我们分享说 你看我们我们很多人啊 我们现在大家只要努力都能去赚到钱 赚钱是需要本事的 但是花钱是一门艺术 对吧 就是你赚到钱之后 这个钱到底怎么花非常重要 对吧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说 中了彩票了啊 中了一个亿 对吧 那比如说这个一个亿 到底我们怎么花 我没我们来到我们环境学习以前 我就想这个一个亿有怎么花呢 现在上海买套豪宅 再买十辆豪车 对吧 然后到全世界再去环游世界 那剩下干嘛呢 放在银行里面收利息 对吧 顶多有这样了是不是 但你会发现一个亿也就那样了 对吧 比如说对于我普通来讲 对吧 如果有一个亿 你会发现钱会越花越少 对吧 但是有智慧的人 成功的人 他会把这个亿可能会变成两个亿 三个亿 五个亿 十个亿 甚至二十个亿 对不对 那后来老师告诉我们说钱 如果你手上有钱了 你钱 你这一辈子啊 花在两个地方是绝对只赚不赔的 绝对是不赔的 那第一个是哪 第一个是健康 对吧 所以我们第一个把这个亿也放上 就是只赚不赔的 你今天多花一块钱养生 你未来能到能上医院少花一百块 比如说我们 我们我们那个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们 我们当了我们 现在我看直播间 我们开视频的 这个伙伴们 都比较偏年轻一点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也有年纪长的朋友 对吧 那如果 那我们如果家里人啊 如果去经过医院的 对吧 或者说有些重症疾病的 对吧 你会发现到了医院那边啊 尤其是如果说做手术啊 包括住院的话 你会发现到了医院里面 那些钱真的 真的真的就不像钱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是有体会的 因为我爷爷和我外公当时 过世的时候 我是去到医院去陪他们 会发现就是我们都想去抢救他们 都想去让他们能再多多活一点 会发现平时辛辛苦苦赚到的钱 家人的钱全凑起来对吧 好像丢到医院都不像钱一样 是不是 所以你会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健康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是健康 那钱第二个是投在哪里 是绝对只赚不赔的 就是投资在我们的脑子里 就是你要去学习 要走出去 比我们优秀的人 跟比我们优秀的人 跟比我们成功的人去学习 你永远是只赚不赔的 对吧 就像今天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 直播一当中有第一次来的朋友 或者说来的时间不长的朋友 你要感谢你的健康人 能够把你带进我们这样的环境 对吧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的现象学习 是不是都是免费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的团队当中 真的叫藏龙卧虎 对吧 真的叫藏龙卧虎 首先你看今天我们的主持人 明峰姐是不是就是非常厉害的人了 对不对 对吧 我相信反正我从小到大在上海学习 我见过学习好的 但没见过明峰姐学习那么好的 对吧 那真的叫学霸中的战斗机了 对不对 对吧 这就是太厉害了 是不是啊 我们都没有见过说一个区的哪个状元 是不是 像明峰姐她考上嘉林区的文科状 相当于我们在很多一些二三线城市的 可能是一个市的一个状元了 你说对不对 对吧 然后呢在县城更不用去讲了 对不对 所以说那你想 如果你不走进这样的环境 你怎么能见到这样的人 就像我刚开始 就像其实今天 如果我们有第一次来朋友 你先不要去考虑说 你到底要不要来做我们这样的事业 你就想 你就想 你就决定不来做我们这个事 你哪怕来我们这个环境来交朋友 你都是超值的 对吧 因为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环境当中 有很多来自各个行业 非常非常优秀的朋友 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环境的时候 当时就是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这个环境真的叫藏龙卧虎 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环境到底是做什么的 但是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环境的人 真的是就是都很有正能量 而且都很有正事 还有这里的年轻人都特别有梦想 你看我在学校里面 我在学校里面接触的一些朋友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也是不抽烟 不喝酒也不赌博 然后一般男生喜欢的这些爱好 我反正我都不太喜欢 相当于也跟现在一般男社会 就是很多男生去比 是不是也蛮佛系的了对不对 所以在学校里面接触的朋友 因为一般都是物以类聚人影群分 因为在学校里面接触的同学 相对来讲 跟一般同学来讲也算还不错的了对吧 但是后来我再来到这个环境 再一对比发现 这个环境里的年轻人真的是 比我所见到的学校里的优秀的年轻人更优秀 而且更有震慑 而且是不在一个层次和高度上的 而且因为为什么我听他们聊的话题就不一样 你看我们在学校里面有点震慑 是不是就考考什么证书 什么考个英语四六级 什么考公务员 什么考这个证 那个证算比较有震慑了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 年轻人聊的都是聊什么 都是聊说我多少年之内 我一定要给我爸妈在北上广买房子 我一定要带他们去环游世界 然后我一定要去不光自己成功 我还要带一群有梦想的年轻人一起去成功 我就想这个格局真的不一样 对吧 我说这样的年轻人去到我们学校 那真的叫降维打击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就让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说 我们以前在二三十年以前 什么叫文盲 都是不懂英语的 不懂电脑的 不会写字的 不识字的 这个叫文盲 是不是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你看今天我下午的时候 还去见了一个朋友 然后他是我们上海 也是上海人 然后他是95年的 然后是一个英语机构的老师 英语机构的老师 然后现在的小孩上学 我们以前高一的英语材料 基本上现在在上海的学校当中 基本上初一就开始学了 就初一就开始学了 你看现在小孩学习的压力是不特别大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走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学英语 学技能 学电脑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 尤其你会发现 现在80后90后生出来的孩子 你会发现 你都不用教他怎么玩手机 你都不用教他怎么会玩平板 他出生就会玩平板的 有没有 对吧 你现在小孩话不会讲 平板玩的66的 是不是 对吧 所以说你看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所以说现在这种技能的东西 什么英语 什么计算机这些东西 说实话 只要跟着学校去上学都会的 对吧 所以说现在的文盲 已经不是说不会英语 不会计算机 不会写这些了 基本上你只要是9年是义务教育 稍微上哪学 基本上都会的 但是现代21世纪 尤其过了2020年之后 对吧 现代的文盲叫什么 对不对 不是说不懂这些东西的 而是 而是现在现代定义的文盲 叫做认知文盲 对吧 就是认知 是不是 就像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认知 到底是什么样的 每个人层次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为什么今天 我们每个人 我们智商没有百倍的差距 我们每个人之间的智商 没有百倍的差距 没有千倍的差距 没有万倍的差距 对吧 因为智商基本上差不多 也就是 100 中国交易局定义就是神统了 爱因斯坦的智商是200 对吧 200多对吧 所以说我们人的智商 没有说百倍的差距 但是为什么我们人生成 人生的成功的成就 包括财富会有百倍千倍万倍和一倍的差距 对吧 就证明智商不是决定我们成功的 对吧 那是什么决定我们到底人和人跟人间差距 有那么大的差距的 是认知上的差距 对不对 认知上的差距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第一次来的朋友 或者说来的时间不长的朋友经常 我们每周二周四的时候 来到我们现场都来学习一下 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 对吧 就像我们现在 其实为什么说 现在我们的 其实我们现在都去学习 都去提升自己 因为现在 因为我们中国在三年以前做了一个 就是 就是全球有一个调查 全球有个很权威机构的调查 对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 说全世界现在全民有意愿要去创业的人群 比率最高的是哪个国家 比率最高的国家是咱们中国 因为这个比率 已经达到了将近是92%了 就是 就等于说我们中国人 现在有10个人当中 有9.2个人 都想通过异域实现想去创业 对吧 就证明我们中国 你看现在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去 让自己的生活过来好 就等于说 中国现在10个人当中 9.2个人 9.2个人 都想去创业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有个现象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 对吧 包括你自己肯定都有可能 前两年去投资这个项目 对吧 前两年又去投资那个项目 对吧 是不是你会发现真的能做起来的有几个呢 是不是 几年三年五年做完之后发现 这个负债付了好多钱 对不对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去投资这个理财 投资那个理财 对吧 你会发现这个本来想要别人的利益 但是结果你发现本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提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能只是想着我投这个项目 投那个项目 做等着能够去拿利息 因为这样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早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先去要知道 我们到底应该去创业做什么项目 到底要去做什么 对吧 才是真正符合现在时代的靠谱的 对吧 真正有发展的 对吧 真正可持续发展的 靠谱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才是最最重要的 对吧 就像我现在在这个环境 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 跟着老师那么多年 年轻的时候不懂 我们去做生意 我今年投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两年三年再发算一笔钱 然后过两年之后呢 用这个钱再去投另外一个项目 对吧 然后就赚到了 然后再去投另外一个项目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做很多的生意 你会发现真的叫什么 你做生意 做生意 你投资100笔 对吧 赚了99笔 对吧 你投资100笔生意 99笔是赚的 只要你一笔是赔了 是不是把99笔的钱全都给赔没了 是不是 就一夜就回到解放前了 你说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只要有投资 就像老师最近一直跟我们分享说 你只要是 只要是投资就一定会有风险 你投资1万有1万的风险 你投资10万有10万的风险 你投资1000万就1000万的风险 你投资1个亿就1个亿的风险 对不对 所以风险 你只要有投资就一定是有风险的 对吧 一定是有风险的 所以说呢 我当年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老师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没听明白 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 我就听明白了 因为老师当时在演讲的时候 大概讲了将近两个小时 老师有很大的篇幅 都在讲老师的人生这样一个经历 然后呢 我也跟大家去讲讲我们老师的经历 好不好 对吧 为什么说 我们老师跟我们讲 说一个人啊 一个人我们要去成功 对吧 就是一定要 如果你想在三年到五年之内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 我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你只要去做这三件事 你就可以去改变你的人生命运 而且让你的人生的方向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而且这三点啊 是我那么多年啊 是亲身经历的 而且是做了 我发现真的是改变了我的 至少改变了我20岁到30多岁这样一个人生轨迹 大家想想想想听吗 这个非常关键啊 对吧 你真的去做到了 你的人生轨迹一定会往非常好的方向去发展 首先第一个呢 你人生要去三年三年到五年之内去改变 首先要做第一件事就要去就要去读好书 啊去读好书啊 要去读要读要去多读什么呢 多读成功的传记 对吧 就是多去多去读 因为他们成功的传不是去读什么言行小说 什么科幻小说 因为这些这些是不是都虚拟虚构出来了 你说对吧 啊我们要去读跟我们成功有关系的书 跟我们经营人生有关系的书 因为成功人的传记啊 他们是不是都是自己成功的务实的经验 你多读他们的传记是不是就能让自己去吸取他们的经验 去人生少主玩弱对吧 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多教高人 啊多教高人 第一个读好书 第二个多教高人 因为你听一个成功人去分享他的经验 听成一个成功人演讲相当于读六本好书 啊相当于读六本好书对吧 那当然了今天呢 我自己定义自己还不是那么成功的人 虽然说跟同龄人去比啊 啊还是还是不错的啊 啊但是呢 你们可能听朋友大家分享 不一定是读六本好书 但是至少是不是也能读两本对吧啊 啊是不是啊效率也非常高 你要你要读两本书的话 你最起码也得花个一个月时间吧 对吧把他好好读吧 这但今天你们听朋友大家分享 一个多小时时间就能读两本好书对吧啊 啊说第二第二个呢就是教高人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见世面啊 啊就第三个就要见世面要走出家门 对吧多去见世面见大的场面啊 降到我们人人人生的格局和世界观才能去打开 对吧就像呃我们的老师啊 我刚走音乐环境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天啊呃就讲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 啊井底之蛙的故事 一只小青蛙在井底生活了世世代代 他的父母和长辈一直跟他讲说 我们的世界就井口那么大 我们的天就井口那么大 你千万不能你千万不能走出这个井口 因为井井的外面有很多的妖魔鬼怪 你只要一探头就会把你给吃掉 但是呢这个小青蛙呢很年轻 他又很好奇 还听听说啊井外是世界非常大 结果他有一天趁他爸妈和家人不注意 然后呢趁他的同伴不注意 他就爬出井口了 爬出井口一发一看发现 不像他父母讲的那样 长辈讲的那样那么可怕 发现那个那个天啊 真的不是只有井口那么大 那个天啊是无边无际的大呀 是看不到边的大非常非常大 而且在井的远处啊还有个小池塘 池塘里面还有河流 河流里面还有他们的同类小青蛙 还有小蝌蚪 还有鱼 然后呢还有漂亮的花和树 还有很多他以前没有见过的 他觉得哇原来世界这么大呀 结果这个时候呢 他把外面的场景 跟下面的同伴讲了一下 讲完之后呢下面的同伴 因为他们没上去过嘛 那些同伴呢就在井井就对着他讲 说你看让他别上去吧 你看他是不是疯了 对吧他疯了 然后小青蛙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就很搞笑的对他们讲 你看你们傻了吧 对吧 人外有人是不是天外有天呀 对不对 我们 你不知道的事情 不代表它不存在 对吧 你不了解的事情 不等于它没发生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多走出来学习 对吧 多走出来去打开我们的世界观 就像你看我我也不买大家讲啊 你看我是上海人啊 然后呢是土生住在上海 说实话跟大家讲啊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叫什么上海土著 什么北京土著 对吧 都是有天生的优越感 这个这个大家都有感感受的 是吧 就觉得你看你们每次来到上海 是不是有报道到北京 是不是觉得当地人啊 觉得很有优越感 其实我以前啊没来到我们环境以前 也是那样的 因为总觉得 哟上海北京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城市 然后呢好像我们的市面 都比别的地方人见得多 后来呢我来到这个环境之后 我才发现 老师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啊 我就看真的自己是这井脾之蛙呀 后来从那天开始 再也没有优越感 然后呢因为这个世界啊 就是这个全世界比我们上海 比北京好的地方多了去了 对不对啊 就是世界上 世界上这个世界是很大的 对吧这个世界是很大的 啊所以一个人要去谦虚 要去谦卑 对吧因为一个人呢 叫付出得人员感恩得主力 对吧就是谦卑的人啊 谦虚的人 人家是不是才愿意跟你交朋友 优秀的人他才去愿意 愿意去跟你分享他成功的经验 是不是 你看如果一个节奥不逊的人 一个非常自负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愿意跟他去交朋友的 其实这样的反而是 是不是叫做人生 人生会过得每况愈下 对吧 大家有没有最近看一些娱乐新闻啊 对吧 吴某凡 对吧这个新闻大家都看了吧 是不是 对吧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是不是 他的世界观 他的人生导师就是他的妈妈 他妈妈的世界观 只是停留在去赚钱 你觉得他能给他的儿子 能够有多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呢 对不对 他们的人生观就是 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结果发现 超出于钱的是 我们中国的道德和法律 和社会的道德标准 对不对 他们以为我们的中国是加拿大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因为加拿大是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不好意思 你是在中国 不是在加拿大 对吧这个新闻大家都看了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人啊你会发现 当一个人啊 如果说他的格局不提升 对吧 他的思维方式不提升 你会发现他的事业 会达到一定平静 甚至哈 就像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讲 说当一个人得不配位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像到得不配位的时候 是不是事业也会终止 可能还会跌到低谷 跌到地狱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讲说 当一个人啊 你的成长到位的时候 你的格局提升的时候 你事业不成功也是暂时的 你做人成功 你事业不成功是暂时的 对吧 但是当一个人 你事业成功的时候 你做人不成功 是不是事业成功也是暂时的 对不对 你看最近咱们看 吴某凡这个新闻 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你说对吧 最好的一个例子啊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看一些 花里胡说 像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也特不羡慕啊 就是我当时我 你看我在音乐方面 我的偶像是周杰伦 我就想 哎呀我也想去当明星 我也想去做音乐 然后呢我也想去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会发现 如果我人生没有个导师的话 像吴某凡这样的 这这样一个艺人的话 是不是你看现在 已经被派 已经被关在 据说已经是 确切的被关在了 这个朝阳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公安局了 是不是 据说基本上是可能要判刑了 对吧 对吧 所以你看从一个天 直接从天堂掉掉 一念之差上天堂 一念之差是不是就下地狱了 对不对啊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啊 对吧 一定要学习 他的例子也告诉我们 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 有做生意的朋友 包括你在职场当中的朋友 如果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自己不提升 对吧 我们的格局不提升 你会发现你的事业 就也会碰到瓶颈 对吧 甚至你的事业可能会掉到低谷 因为为什么 我自己是有体会的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 其实我在六岁以前 我可以算是一个富三代吧 就是我妈妈是富二代 我外公是中国第一批 下海经商的商人 他当时抓住了中国第一批 就是下海经商的这么一个机会 当时就开了两个富三家工厂 当时特别有钱 有钱到什么程度呢 反正就是 当时我们国家主席邓小平 都是在全中国只招了50个企业家 亲自接见的 我外公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是不是 那个是不是 就等于说也是很顶尖的企业家了 对不对 但是我外公这个生意 经营到第5年的时候 因为资金链断了 资金链断了 为什么会资金链断 是因为他最好的一个合伙的一个兄弟 他的朋友合伙做生意 把钱全卷到国外了 把人抓回来之后 然后钱没了 但是他的钱被他的儿子带到国外去了 是不是钱有没有了 当时我外公在那个年代 只能去借高利贷 借高利贷把这个钱发给 就是我外公 我外公是一个人非常好的人 而且是个很仁义的人 就把这个高利贷借贷的钱 就是发给了员工 从50岁开始吧 就一直还这个高利贷 还到他70多岁去世的时候 还了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 才刚刚才还完 才还完 所以其实后来我发现 我来这个环境学习的时候 我才发现 其实为什么 就像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过数据 中国第一批下海经商的商人 现在还能保持他们成功的这些人 他们还能保持当年财富的人 现在在整个纯中国 现在不到5% 就是等于说95%的 这些第一批下海的人 都已经返平了 你看现在中国 是不是有个现象 叫中年返平 对吧 就是我们父辈那一代 对吧 60后50后 对吧 那批人对不对 叫中年返平 中老年返平了 因为为什么 很简单一个道理 因为这个世界在发展 社会在发展 他们的学习跟不上 他们的学习力跟不上 就像你看我外公 为什么会最后会变成这样 不就是你看 他不就是因为那个年代 他没有用先进的管理方式 其实也就是没有学习 因为我们现在的观念去想 他就请一个财务总监过来 那把账给算明白 按正常的企业的管理流程去走 不要用家族的企业的管理模式去走 他至少能够去规避到那个风险 你说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 我们就很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他在那个很简单 因为他不学习 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跟上这个时代 是不是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是不是很正常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这个团队 能够做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世界第一 因为我们团队的文化理念 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永远把学习放第一 对吧 撬牌石油的老总 撬牌石油的创始人 撬牌石油是人类好 连续大概是几十年吧 是世界500强 全球排到第三名 撬牌石油的文化是什么呢 他们的文化就是 我们的员工一定要保持强大的学习力 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 但是一定要有学习力 所以你发现为什么这家公司的竞争力非常强 对你看韩国的三星集团 韩国三星集团 你看以前我们有去韩国 后来我们来到这个环境 跟随老师去韩国学习了好几次 你看当时我们去韩国是游学 就请到当地的导游跟我们去讲 说韩国有两大 我们知道韩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 韩国的财团是非常厉害的 对吧 韩国的财团是非常厉害的 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命运 包括能够去据说 都能够去掌控去操作总统 总统到底是归属权是谁的 在韩国有两大公司是最牛的 一个叫现代 一个叫三星 三星比50%的资产都是跟三星挂钩的 所以三星集团很强 那三星集团为什么会那么强 是因为他们的创始人 三星集团的文化也是 他们的文化是说在我们企业所有的员工 对吧 所有的员工 你们除了老婆孩子 还有老公 这辈子不能换以外 剩下不能变以外 你们这辈子 你们所有剩下其他东西 永远要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沿 对吧 永远不断的去变化 也就等于说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说 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变的一个字叫什么 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在变 永远不变的一个字叫做什么 就是变 对不对 我们社会在变时代在变 那我们要 就像我们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公式 这是哈佛大学 这是哈佛大学总结出来人生成功 利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公式 叫做L 叫做L大于等于C 就是L 第一个L是指什么 就是我们英语单词叫learn 对吧 就是学习 那大于等于的这个C 这个C是指什么呢 C就是我们英语单词里面的change 对吧 C是什么 就是change就是改变的意思 对吧 就等于说一个人你的学习力要至少要等于这个世界改变的速度 你才能存活 对吧 要L大于等于C 就等于S 那等于S是指什么呢 S就是指success 对吧 就是我们人生就会就会有成功 但是当L你小于C的时候 小于C的时候 那你最后的这个公式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就等于D 那D就等于什么 就英语单词就是叫death 就是死亡 对吧 所以说我们我们要不断的保持强大的学习力 我们才能去引领时代 对吧 所以我再回过来讲 那我当年的走进我们环境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做什么的 也不知道到底是干嘛的 但是我就听了老师的演讲两个小时时间 老师就讲说 你看老师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 我们木工厂创始人 萧萧老师和灰老师 这对夫妻是我们的老师 那你看萧萧老师呢 他当年是阿姑纳毕业的 是中国第一届计算机系毕业 去到了深圳华为工作 当时深圳华为在整个东北只招了两个学生 其中一位是我们的萧萧老师 另一位就是现任的华为副总裁叫寻肃 寻肃就是我们老师的一个寝室的同学 而且当时我们老师的成绩是比 这老师的同学寻肃的成绩还要好 要进入到华为 因为老师当时那时候去到华为的时候都是有股份的 但是呢就等于说如果老师在华为留下来的话 现在目前为止最起码也是任正非身边的最得力的左右手 对不对 但是我们老师的当时他的想法和思维是超越很多他身边的同龄人的 因为他知道打工又没有出路 结果呢当时的老师就毅然放弃了哈 当时在深圳华为 因为当时的深圳华为在深圳非常牛 当时不光深圳华为会发股票 然后呢会发房子 发车子 然后呢户口 发那个这个深圳的帮户口都解决 就等于说在那边是不是都衣食无忧了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老师呢 那人生定位呢是要大成功的 就毅然决然放弃了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工作 去到了德国 德国去留学 然后念的是欧洲四大名校跟牛津齐名的 德国的最好的一所大学 其中之一一所大学 叫德国的亚诚公文大学 因为我们中国的前发展部部长 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科学院的院 不是吧 是那个前科学院的院长 都包括党 我们中国很多党中央的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些党中央的领导人 都是毕业于这个学校 那我们老师也从这个学校毕业的 那回国之上呢 老师呢 本来啊 本来是可以去的 就是我上海这边 就是上海的陆家嘴 因为上海的陆家嘴 东方明珠啊 大学中心啊 建茂大厦的所在地 因为在上海当地啊 就是我们知道工作是不是 它也会有鄙视链的 对不对 也会有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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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对你看上海这边 就是等于说在打工当中 工作当中啊 这个就是工作最顶 金字塔最顶端的 最顶端的 食物链最顶端的 打工作的地方 地端在哪里呢 就是上海的这个陆家嘴 就是陆家嘴 那边的金融中心那一片 那你看老师 从德国留学回来之后 就可以去到上海的陆家嘴 在中国 在那个中国银联的总部 那中国银联的前身是上海银联 中国银联 是不是我们用的那个卡 是不是都有中国银联的标志 对吧 那中国银联这个标志的前身 就是上海银联 那老师当年就可以去到上海银联 在陆家嘴那边工作 而且当年老师回到国内工作 再来到上海 是直接会有上海户口 而且在上海银联 老师是任董事长的这个 董事长的第一的左右手 然后呢 除了老婆孩子不发 剩下什么都不发 是不是非常不错了 对吧 而且老师当年走进我们这个环境创业 是放弃了一家世界500强的 世界500强的公司 一家美国驻英国的公司 是聘请老师去到英国工作 然后去到英国之后 全家可以移民 而且去到英国那边之后 别墅准备好 然后路虎车准备好 然后呢英国的国籍准备好 然后呢这个年薪的 年薪的100万准备好 这是在十几年以前了 你不是年薪100万人民币 是年薪100万欧元 那折合人民币 是不是就1000多万了 这是在十几年以前 如果通货膨胀来算的话 现在基本上也将近快2000多万了 对不对 后来我就在想 那当年你看老师那么高的年薪 而且老师还讲了一句话说 我们家最能赚钱的还不是我 我们家最能赚钱的是 我的老婆霍卉老师 因为霍卉老师更厉害 霍卉老师是17岁考进北大 20岁北大毕业 22岁就做到了中兴集团 中兴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 就做到了中兴集团的董事长的第一助理 23岁就在北京的 就是一两公里的地方 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然后呢就等于说 那我就在想 那我们的老师 是不是就是我们身边的李开复 我们身边的这个唐骏 你看李开复和唐骏 当年是我们华人当中打工皇帝了吧 我就想李开复的年薪 无非也就是我们萧老师这样了吧 1000多万 对不对 那霍卉老师也是这个年薪啊 对不对 那我就想 那我们李开复和唐骏 他们根本不可能正眼瞧我们一眼 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们的老师 我们走进这个环境 我们老师是不是愿意帮助我们去成功啊 对不对 而且最让我震撼 最让我好奇的是 我们的老师呢 当年走进我们这个环境来创业 是放弃了那么好的年薪 那么好的收入 来走进我们这个环境来创业 那我当时啊我其实还没有了解我们这个事业的制度 不知道他怎么赚钱 也没有了解这个产品 也没有了解这个企业的文化或怎么样 但是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老师当年啊是不光自己进来 还把自己的亲姐姐 把自己的爸爸妈妈 岳父岳母 还有我们的外甥 就是我们萧萧老师的外甥皮屁 你看我们皮屁叫宋大哥 对不对 加洛大哥 小名叫皮屁是不是 然后在北京 对吧 那你看我当年在哈尔滨的时候 第一个 第一个我走进模会场 接待我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皮屁的妈妈 就是我们的银银姐 然后当时呢我就被银银姐给吸引了 我说哇 这个银银姐气质真的非常好 对吧 就是一看就是非常这个 这个这个 非常上流的人 就气质非常好 结果接下来 那个银银的孩子都已经快 看着都像个大学生一样 那么年轻 他的孩子都十分的保养的 真的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 所以说那你看当时呢 我是我刚走进来的时候 我们皮屁才十岁 十岁吧 就十岁出头一点 我是看着他从 从在我肩膀那么高 我个子不高一米七 然后呢 然后呢他是在 那个那个 在那个那个 当时是在我肩膀这边 在我肩膀这边 然后呢 就看着他就长大 然后呢现在是不是一米八几的大 比我高大概半个头了 半个头一个头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老师没有孩子啊 对吧 而且我们的皮皮的妈妈 是不是需要老师的亲姐姐呀 对吧 你看我们的老师对待自己的外甥皮皮 就像对自己的孩子和儿子 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一模一样 然后呢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环境不好的话 你说是不是我们老师 是不会把自己孩子给带进来 对吧 也是不会把自己家人给带进来 那证明这个环境绝对好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虎毒不食子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在想 那老师为什么会来这个环境创业呢 然后呢 当时我就在 我的本子上就写了两个字 左边我就写了 你看左边是 左边的是老师年薪 2000万以上的 年薪2000万 右边呢 是我们的事业 安利事业 安利事业 然后呢 当时我就在想 其实我当时 刚没走进我们环境以前 我听到我们这个环境是 安利这个平台 安利这个事业 其实我不知道每个朋友 你对安利的看法是什么 但是呢 我大概啊 因为每个人看到安利 有100个人对安利有100个看法 是不是 不光说其实不光是安利 就是我们每个人啊 比如最近吴某凡 都在 100个人对吴某凡 有100个看法 100个人都有100个看法 是不是 你说 有没有特别喜欢 吴某凡的粉丝 你知道那个吴某凡的粉丝 特别厉害 他们准备去劫 对吧 就是说 你后来就说 这个粉丝有点愚昧啊 对吧 这追星都追到去劫了 你那些法律常识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呢 像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是不是觉得不能像他这样 对吧 那有些人刚开始 可能就不太喜欢他 就觉得你看他终于进去了 对吧 是不是 某凡有难 八发点赞 茶无此人 是不是 对吧 然后呢 对吧 就是每个人对一个人啊 也是这个社会上100个人 对他有100个看法 那我们的事业 其实也是一样道理的 对不对 像很多朋友 你可能听到安利 100个人有100个看法 当然了 这个100%之一 我当时对安利呢 是什么样的看法 因为我从小到大 是一直在用安利的产品 家里也在用安利的产品 然后我就大概知道 安利的产品 我当时我中考的时候 高考的时候 是吃的安利的扭出来 然后呢 他们给我买蛋白粉 每天早上的时候 给我早餐加一勺 你看我们是不是那个 蛋白粉的广告 就是早餐加一勺 补充蛋白粉嘛 对啊 后来我就发现 我中考的时候 高考的时候 一般高三和初三 是不是学习比较紧张呀 男生爱打篮球 天天都熬夜写作业 到了体育课 都没有精力打篮球 对吧 我就发现我跟我同学 每天熬夜是差不多的 但是每次到了体育课 或打篮球的时候 我都比他们体力要好 他们说你到底吃啥了呀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补品了 特别厉害 后来我想我也没吃啥补品 后来一想 好像因为我每天早餐 跟我们同学吃得差不多 就是在学校门口买了什么蛋饼 什么上海的小笼包 生煎包这些东西 对不对 什么喝的牛奶都差不多 对不对 后来我发现我只比他们 多了什么 每天早上加一勺蛋白粉 我就发现比他们体力要好 然后就是身体的状态比他们好 当时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不错 包括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 当时我晓得的时候 是安利公司 扭川的代言是田亮 还有郭晶晶 都是我们跳水冠军 最近是把奥运会 你看我们扭川的代言人 你看安利扭川来 是我们奥委会的 是连续20多年的独家的赞助商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道吗 就是中国奥委会运动员 是比我们大熊猫国宝 还要厉害的 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的国宝是不是大熊猫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在前两个月 我们国宝大熊猫 已经在中国建国有史以来 几十年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四川那边 现在大熊猫养的特别好 对吧 就生了很多的大熊猫 我们的大熊猫 已经不是宾威动物了 它已经降级变成二级保护动物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它依然是我们的国宝 对吧 但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奥运会运动员的数量 都没有我们大熊猫多 大熊猫目前好像已经有1000多只了 还多少只吧 反正养殖的在四川那边 具体我多少不知道 但是我们奥运会运动员 是不是才200多位 对吧 这证明我们中国的奥运会运动员 也是代表国家荣誉的 国家政府已经是 奥运会运动员他吃的东西 他是不能随便吃的 也是不能瞎吃的 他们所有的吃的东西 都是奥委会他们亲自种的 包括亲自是找专门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对口去种的 这些东西 他们是不能瞎吃东西的 因为他们吃食物的严格水平 是我们正常普通老百姓的300倍 比如说我们很多老百姓喝奶 对吧 你喝奶比如说你每毫升当中 菌肉含量不超过100万 这个叫合格 你符合了食品标准 但是你把这个奶拿给运动员喝就不行 因为他是不是严格水平是我们300倍 他的菌肉好像最起码不能超过3000 所以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吧 是不是 所以他吃东西是很苛刻的 对吧 但是我们的纽村来是奥运会运动员 我们的运动员是已经在我们中国奥运会运动员 已经吃了20多年了 对吧 你看前两年我们很多伙伴是不是在转发 你看我们马龙是不是世界冠军 是不是刚得了世界冠军 对吧 然后是不是接受我们公司的采访 他又讲说 你看他是不是一直吃了牛出来吃了好多年 对吧 包括我们之前 我们中国现在体育成就最牛的叫孙杨 因为孙杨 他是我们中国目前建国有始来体育成就 拿了最多金牌的对不对 对吧 他的成就是远远超过 就是像刘翔 像姚明他们这样的人 因为刘翔顶多只得了一块金牌吗 但是孙杨是目前历史以来是得了金牌 给国家人员拿最多的对吧 孙杨对吧 孙杨从8岁开始学游泳对吧 他是不是也是我们牛出来的代言人 对不对 他从8岁就开始吃牛出来吃到20多岁 现在还在吃 你觉得你家孩子吃牛出来行不行 对不对 对吧 因为时间是验证一切的真理 对不对 就像我们一个东西不用说我们来说 对吧 他是要用市场和社会来验证的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一看到安利 我觉得安利好像产品不错 而且安利以前小的时候给我这种概念 就是他的品牌是蛮高端的 但我就知道安利产品不错 安利这个品牌挺高端的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 后来听完我们老师演讲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这个事业 安利这个平台 还能给我们很多有梦想的人 一个创业的机会 因为安利公司的理念它是两个 第一个理念是什么 是给全世界所有的家庭去送去最优质的日用品 日用品 因为安利公司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不太了解安利 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可口可乐 对吧 也知道耐克 对吧 也知道 现在我们不提某克 这个都不支持他们新疆民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种品牌大家都知道 对吧 包括什么麦当劳这些品牌 其实在欧美国家 就是吃喝的文化是可口可乐 吃的文化是麦当劳 对吧 他们运动品牌的 运动品牌可能是刚才我讲的某敌某克 对不对 这些运动文化就是这些品牌 但是现在欧美国家 就用的文化就是安利 用的文化就是安利 这个品牌是非常牛的 所以说安利公司它的理念是两个 第一个理念是给所有的家庭 是全球最幼稚的这种品牌 它的产品能做到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同样的价格比质量 我们的质量应该是最好的 那同样的质量比价格 我们的价格应该是最便宜的 而且安利的五大系列品牌的产品 因为扭出来只是我们安利的其中第一 一个品牌 那安利的旗下有五大品牌 那安利的涉及的产品有 像扭出来是无营养保健食品 看我们的扭出来 我们的扭出来是世界 我们的扭出来这个品牌 是在营养补充食品当中 全球最最最最最顶端的品牌 我们讲的没有改叫第一 大家知道吗 中国是不是强行商品 你的产品如果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如果真的不是中国第一 如果真的不是世界第一的话 你是不能随便去讲的 对吧你是要去负法律责任的 对不对 对吧是不是 你看之前我们看华为的发布会 看小米的发布会 看OPPO手机的发布会 这个商品法没有颁布以前 这个每次新的手机上市都讲说 我们这个手机是全世界第一 对吧 某些技术是全世界第一 某某第一对吧 朝鲜他们出了个手机 说我们是宇宙第一 对不对 对啊 这就是就是都讲自己是第一 结果商品法一番布 如果你真的不符合 你是全球最好的 你不能随便讲 结果呢你看他们后来 发布发布会都讲什么 啊我们的手机 这个是个像素 是这个行业的领导 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叫什么 叫叫领先 领先技术对吧 或怎么技术 他就不敢讲第一了吗 是不是 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安利公司的五大系列产品 是不是都是各种领域当中啊 都是数一数二的 对不对 对吧 数一数二的对吧 因为这个是看国际专利的嘛 因为再讲深入点 你看 其实有一个铁逻辑是什么 对吧 产品好 是不是就一定会有市场 对不对 产品好 就一定有市场 对吧 那产品好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比国际专利嘛 对吧 你看现在我们的中国企业 华为 为什么会那么牛 对不对 我们中国的很多新能源的汽车 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牛 因为他们手上有的国际专利 是不是跟特斯拉呀 跟苹果手机呀 已经不相上下了 对吧 你看华为手机跟三星 还有华为和那个苹果公司打官司 打到最后是干嘛 就抵消国际专利嘛 对不对 就抵消国际专利 对吧 比如说那个苹果有多少人国际专利 比如说他有100项 然后苹果用了华为100项国际专利 然后华为用了那个苹果 苹果的97项国际专利 一抵消 是不是苹果是不是欠 华为三项国际专利 好那你把这个三项国际专利的钱给交了 你就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说那安利公司为什么它的产品很牛 很简单 因为它的国际专利够多 比如扭出来是营养补充 这不用笔子呀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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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产品非常 所以我当时只是挺觉得安利产品不错 不知道它能创业 所以我接下来就讲到安利的第二个理念是什么呢 第二个理念就是 是给所有的平凡的 不甘心的人 有梦想的人 一个公平的创业平台 公平的创业机会 公平的创业机会 所以说 那当时我就听老师去讲 说那我就在想 那老师当年放弃了年薪2000多万 来走进我们这个事业来创业 那我就用我上海人特别精明的头脑 0.7秒就想通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难对吧 因为为什么 如果从钱来讲 对吧 我们能看到的物质和钱来讲 如果以老师这样的智商对吧 安利一年如果赚不到超过2000万的话 我们的老师是不会来做的 因为他们不是傻瓜 对不对 因为首先我就想 那老师的学历是不是比我高 老师的眼界比我高 老师身高也比我高 技术度数也比我高 对吧 对不对 就是各个方面都比我们优秀 像今天你看 我们的主持人是明峰姐 你要去质疑明峰姐的智商吗 对不对 那怎么也是家庭区的文科状元吧 你说对不对 你不要去质疑她的智商 那当然了 你也不要质疑我的智商 反正大家认不认可 全中国最精明的是阿拉桑天宁 是我们上海人 对不对 对吧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上海人挺精明的 不就是说嘛 说你看每个地方文化不一样 对吧 说你在北京的公园里面 对吧 老太太 他们打太极拳都聊傻 昨天 老普 又上来了 对不对 都讲聊国家大事 对不对 讲我们什么国家发展 一带一路 对吧 你看因为北京是文化政治中心 跟聊的东西格局不一样 你看你在上海的公园里面 你看老头老 他打拆拳都在聊傻子 哎呀 昨天基金跌了 明天股票涨了 哎 你的房子买没卖 今天又涨价了 对吧 都是来关于经济的事 就是很会很很会过日子 对吧 所以我从小是在这样的 环境长大的 那你说我会不会精打气算 对吧 我是会赚钱养家 也会勤勤持家的男人 对吧 是不是就是 就是比较会会算 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安利一年赚的不能超过2000万 老师会来干吗 老师的智商绝对不会不来干 你说对不对 而且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 你说对吧 所以你看在我们环境当中 我们老师一位学生 是不是我们北京的够够姐 对不对 我们够够姐是那个 我们是个世界500强 垄断开关的那家公司 对吧 全球的 你看 是不是我们全中国最年轻的总监 对吧 他来我们环境创业以前 是放弃了法国副总裁的职位 年薪500万 全家能移民法国巴黎 对不对 但是他看懂我们这个事业之后 毅然居然走进我们这个事业 那你就想 他们这样的人不是傻瓜 对吧 你看那个我们够够姐 我们前两年看一个电影特别火 就是那个吴京演的那个叫《战狼》 对不对 《战狼2》里面是不是 我们中国的军人帮 中共还在非洲一个国家的难 就是战略的难民 就是那个华人用航空战舰 把这些华人给接回来 对不对 我们的够够姐 就是这些华人当中的真实案例 对吧 他们是真实经历过的 经历过枪林弹雨的 是不是 就是也是有很高眼界的人 对吧 所以说如果他们 所以我们不要去质疑他们的智商 对吧 包括你看在我们老师 现在整个团队里面 现在你看中石油的老总 是不是也都来走进我们这个事业了 中石油老总的太太 是不是黎明姐 你看今天我都在群里都看了 你看黎明姐 是不是在自己北京的大别墅里面 在跟别人去讲案例事业 对不对 你看中石油的老总 现在都在为自己推休做规划了 都走进我们这个事业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去质疑 我们这些成功人的这些智商 对吧 他们在传统化都是非常优秀 有非常非常成功的人对吧 不过你看这两天我在上海这边 有幸跟随我们的老师去学习 然后你看我前两天 就是有机会参加了我们老师的老师 也就是我们安利世界第一 季老师在我们上海会上亲自讲了一趟金锅宴的 就是我们皇后私厨的培训 当时是当时我们老师整个团队就一个名额 就给了我 我特别容易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会议还没开始我就被震撼了 因为当时现场只有三十几个人 但是在现场跟我们季老师学习的人呢 有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有一对夫妻 叫李哥和肉思姐 那他们俩是干嘛的呢 他们俩是整个上海富豪榜排前十的人 对吧 你看上海是不是上海有钱太多了吧 能排前十的人是不是很厉害 对吧 在北美的时候跟随我们老师学习 第一天开那样劳斯莱斯去接我们老师 陈老师是女士 陈老师很成功 但陈老师只认爱马仕包 不太懂 老师懂爱马仕包 不太懂车 就觉得劳斯莱斯车太高了 你看李哥为了去追随我们陈老师学习 第二天就买了辆兵力 几百万买辆兵力 就是为了去接老师一天到了 去到会场去讲课去学习 对吧 那他们都是上海非常顶尖的成功人 对吧 是不是都是很顶尖很顶尖的成功人 反正他们在加拿大买的房子 都是跟美国总统做邻居的 都是跟郭晶晶和霍启刚做邻居的 对吧 因为那个小区只有几套房 只有几套房 他们好像是就几栋别墅 他们买了两栋 然后有一栋还全都砸到在重新装修 对吧 就这样的人 你看都走进我们这个视野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师 有学生叫嘉俊大哥 是我们知道宜家 是不是全球家具品牌的最顶端的品牌了 对不对 是嘉俊大哥 是宜家这家公司 欧洲的三把禁钥匙之一 前任的副总裁 对不对 我们老师在上海这边的房子 杏克湾的豪宅 就是我们的嘉俊大哥给装修的 对不对 你看那天就坐在第一排 比我到的还早 哎呀我当时又好惭愧 我当时那天开车去有点堵车 然后呢就踩了点到了 踩了点到了现场 我发现哇 比我们又成功优秀 那么多的人 比咱们还早到 坐在第一排学习 后来呢我又看到又一位老师的学生 就我们老师基老师 这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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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人呢 就像你看我们做过生意的朋友知道 如果你今天跟银行做生意 跟中国的银行去做生意 永远 你绝对是乙方 对吧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有资格 能跟中国银行做生意 你能成为乙方 就已经非常荣幸了吧 对不对 中国银行愿意给你做生意 不要说中国银行了 现在上海银行给你做生意 对吧 农商银行给你做生意 对吧 你是乙方他假方 那你也算很牛的了 因为至少人家银行能看得上你 觉得你是跟他一个级别的 对吧 能给你做生意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一般假方都说了算的 比较牛的那一方 对不对 乌大哥做生意 他是怎么做生意的 他是跟中国政府 跟中国银行做生意 中国政府和中国银行是乙方 他是假方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太厉害了 对吧 那他做什么生意 他是打通了南美洲 南美洲有一个非常大的粮仓 是巴拉圭 巴拉圭是全世界粮仓出口国的 好像是排第二 还是第三吧 然后呢 他是 那这个乌大哥是做什么的 他是打通巴拉圭 到我们中国大陆 到中国这边 就是海上通路的这么一个人 是让李克强总理到 帮巴拉圭那边 干嘛呢 去建高铁 然后呢 换取巴拉圭的粮 然后呢 他是在中间做这个生意的人 而且他是 我们知道就是 像我们男生比较懂科技 比如说咱们现在用电器产品 对吧 手机 平板电脑 电脑 笔记本 对不对 还有像那个什么 现在很多的我们一些新能源汽车 是不是纯电动汽车 你会发现特斯拉 包括这些汽车 他们的核心技术是什么 你看 因为我开的车是纯电动汽车 你说这些纯电动汽车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电池 谁能把电池做的越小 谁能把电池做的越安全 谁能把电池的续航做的越来越高 是不是他的竞争力 品牌力就越高 就像你看奥波手机这样做广告说 充电5分钟 通话3小时 为什么呀 广告费很贵的 他就告诉我电池是最好的 就比如说手机是不是也是核心技术的电池 这个吴大哥就是专门给特斯拉 这些品牌手机 他掌握了全球的60%的锂电池的 就是用选的人 因为他的锢是在他手上的 对吧 就这样的人 他现在在上海 现在每天天跟随我们老师学到凌晨一两点 都走进这个世界 特别人都做第一排 我做第三排 他做第一排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我不走进超凡 我们能跟这样的人 在一个环境里面学习吗 我们挤地铁人家坐老死来死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有交集 你说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 大家知道我们成功 为什么老师想说 其实你现在不要去管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 你就想这样一个环境 对吧 请问你要花多少钱才能走进这样的环境 这不是钱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不要一听到安丽主 安命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对吧 你看我们明峰也都来做了 你就这么想想吧 蓬莫大上海人都来了 你要相信 你也得相信相信我们的眼光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得相信我们老师的眼光 对吧 而且我们在这个环境 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 我大学毕业的 我没做过别的 我就做这个 反正天天需要自然醒 那我每天得吃喝拉撒吧 对不对 我买的车 买的到处去旅游去玩去学习 但是这个钱我又没有做过别的行业 那都是安丽事业给我的 对不对 都是安丽事业给我的 好 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吧 那我们这个事业为什么去值得做 对吧 首先有个三值 对吧 其实就像刚才 刚开始的时候 跟很多朋友去讲 我们今天成年做事情 真的不在于说你喜不喜欢 对吧 小孩做事凭兴趣 大孩做事凭责任 对不对 男人分三种 对吧 男孩每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对不对 男人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那男子还是要带一群男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成年人 是不是我们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对吧 今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要做自己该做的事 等你年纪长了之后 对吧 等你成功了之后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 对吧 你看我我年轻的时候想去当明信 想去当歌手 我想一个问题 好我当歌手 为什么说你看他之前出这方面的问题 后来发现懂得人就说 因为他背后有资本了 对吧 有他的经纪公司帮他撑腰 对吧 什么港圈资本 金圈资本 对不对 你发现明星的背后是不是都是资本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明星其实说实话也就是打工的 只不过赚的比一般人多一点 对不对 对吧 为资本打工的 对吧 但你会发现 如果说我们走传统路线 我去当明星干嘛的话 那是不是都要听资本的话 我想去做音乐 我明明想去做摇滚 想去做嘻哈 他非要让我去唱米谣 你难不难受 因为市场需要对不对 你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吧 所以老实讲说 当你一个人把兴趣当饭吃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就没有兴趣了 对不对 因为当一个人 你把兴趣是当成你糊口的工具 对吧 咱们不要去羡慕 比如说我喜欢当歌手唱歌 我去看了很多一些什么 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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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吧 他们每天唱的歌 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歌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去唱 我喜欢 那我们今天要成功干嘛 就是人生的命运 要把握在自己手上 反正后来我想通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要自己创业 因为你自己创业成功了 我自己要成为资本 对吧 我想做啥音乐就做啥音乐 对吧 我想唱什么歌 就唱什么歌 反正我唱的难听 你也得来参加我的演唱会 对吧 因为你不需要掏门票 对不对 我免费轻易来听也不行 我自己出钱 但你会发现 就像你看我当年 为什么会走进我们这个环境 就像老师想说 我们这个事业 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工作 不最理想的事业 但是我们这个事业 真的能实现你所有的梦想和理想 因为今天在上海这边 我们老师的一位学生 叫赵阳大哥 对吧 他就是二岁出头的时候 走进我们这个环境 然后26岁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事业成功之后 就在大连开了好几场的 东北开了好几场的 两三万人的个人演唱会 对吧 你看他开演唱会特别牛 你看一般明星开演唱会 就是为了去赚钱的 对不对 你看他开演唱会 纯属为了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且他做了一个最牛的动作 是让我决定来走进我们这个事业的 对吧 我就在想如果我不做这个事业 我传统走什么明星的路 什么之类的 我一定就像很多的明星一样 很世俗为了去赚钱 为了赚粉丝的钱 对不对 结果你看赚耀达他是什么 他是单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每天演唱会都唱自己喜欢的歌 最关键有个动作是最感动我的 是他把现场所有的 就是两三万人的这个现场的门票费用 除去掉演唱会的一些租场地的成本 对吧 包括乐队的一些什么结束以外 不赚 把所有的钱 去帮助西部打井 因为在西部是不是很干旱 2000块钱可以打一扣井 就可以养活一个村子里面300元 结果他就把这几百万全都捐掉了 全都捐一分钱不赚 所以为什么当时像什么中国的 像很多些明星都来支持他 对吧 对不对支持他 包括你看孙楠也是他的好朋友 对吧孙楠也办卡了 也是安利的 安利卡是我们超凡的 就是赵英大哥市场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只不过孙楠没有完全太出来怎么去做 但他已经在推荐市场 也在去运作去帮助别人 是不是 对吧 那为什么这些明星他们愿意跟赵英大哥交朋友 就看到他爱心 因为发现孙楠是中国最顶尖的歌手 他都做不到像赵英大哥这样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开演唱会赚钱的 纯属为了实现梦想 所以我就在想 这样很牛 对不对 这样多爽 对不对 想唱啥唱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不会 因为人做无求品质高 我想原来实现音乐梦想还能这么实现的 原来我们这个戏还能这样 我就来了 对很简单 对不对 因为前辈就是我们的前途 因为我发现在传统走那些什么演绎道路的人 那些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想成为吴姆 反正现在朝阳里面吃馒头 对不对 不想像他那样 对吧 是不是 所以前辈就是我们的前途 对吧 所以说那我们这个事业值得做有三个值 第一个值叫什么呢 第一个值 他最值得是第一个值 他的生活方式很迷人 他有迷人的生活方式 那他为什么有迷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首先第一个你看我们这个事业 他是首先我们这个事业 他是你看是不是 他是上没有老板 下没有员工的 对吧 你看我们当老板的人 每天辛苦辛苦 当员工的 每天天天被老板骂 晚上回家买老板 对不对 但是都想去做老板 但是老板比你还辛苦 知道吗 因为他你每天还有节假日 每年可能还有节假日 周六周天还节假日 老板365天基本上是没有节假日的 你休息他可能还在跑市场呢 还在跑客户呢 对不对 因为老板是给自己做的 对吧 而且你看老板每天有很大的压力 要去给员工发钱 房租各个方面 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吧 但是在我们这个事业当中多好 你上没有老板 下没有员工 我们的合作伙伴 也不是你员工 是你的合作伙伴 对不对 对吧 是你的合作伙伴 而且我们能实现 圆满人生的六楼大顺 因为你在这个事业当中成功之后 会有圆满人生的六楼大顺 我接下来就简单讲 因为时间关系 接下来大家想去听具体的 可以找带你来的朋友 包括接下来我们的周四的学习 包括我们135 可能也有一些线上的学习 大家都可以继续来了解 对吧 首先第一个什么叫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去 躲进我们这个事业 绝对不是只是来赚点钱 所以人生最成功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圆满人生的六楼大顺 有六个维度 那第一个叫什么 叫事业的成功 什么叫事业的成功 你做的 你做的时候有事情可以做 不做的时候还有业在 这个才叫真正的事业 对吧 如果你今天做的所有的生意和行业 包括工作 如果你今天停下来不做 就没有钱的话 那你这个都不叫事业 对吧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每个月的 财务自由的话 有个公司是什么呢 就是你每个月的被动收入 与你每个月的开支 有盈余 对不对 这个就叫财务自由 是不是 什么叫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就是在于 在你不做的情况下 你不工作的情况下 你不努力的情况下 你依然每个月会有收入 这个叫被动收 讲简单点 如果你在北上广有五套房子 十套房子 你去收房租 是不是这个叫被动收入 但是问题是 你也在上海北京买五套房子 你最起码得拿出个一个亿来吧 或七八千万拿出个一个亿来 对吧 一般老百姓没有这个钱 对不对 而且现在是不是还限购 反正我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样的 广州是什么样的 反正我们上海这边买房子限购 你有钱还有限购 还有摇号 现在都积分制了 对不对 还有积分 对不对 就很多很多麻烦的事 国家现在调控房子的是很严格的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就 这个是一种被动收入 对吧 所以大家记得 我们走进我们这个是来赚 什么销售产品的钱 什么这个利 这个利润 这个差价 首先本来就没有差价 我们走进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是来赚什么 是来赚被动收入的 那具体怎么来赚这个被动收入 和创业的收入 大家找带你来的朋友 能够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具体去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会有成功的视野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事业的版图 你看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团队的事业版图 已经做到全球四十几个国家了 对吧 反正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多组出来 我们每个朋友多组出来学习 我们这个事业一定比你想象当中 浩瀚多了 要大了多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世界第一层 老师来上海这边 老师有一次带我们跳舞 然后累了之后 就跟100个现场的老师的学生 就讲了一句话 老师想说 老师想说 当时老师讲了这么一句话 就打开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多跟成功去学习 对不对 就像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 讲了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 对吧 一个人一定要打开自己世界观 因为一个人这一辈子 往往是这样的 你人生的成就 一般是超不过你的 你的梦想的 人生的一般 你的这辈子的成就 是超不过你的梦想的 但一个人的梦想 往往是超不过一个人所见和所闻的 对不对 就像我以前我认为的成功是什么 我在上海自己买套房 我自己买套车 在我家那个市中心的地方 给我爸妈买套房子 给我爸妈再买辆车 对吧 然后他们有退休金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可能我再有套房子租出去 对吧 我可以生活 我的认为成功的标准就是这样了 但是后来走进我们这个环境才发现 原来不光能实现 我刚才讲的这个梦想 还能帮助很多的伙伴 一样像我这样能够去实现这样的梦想 对不对 就打开了我的世界观 原来我们还能帮助很多的人 也能像我们这样 对不对 所以说第一个我们会有成功的视野 对吧 然后当时陈老师 我忘了讲了 刚刚陈老师讲了一句话 就打开了我世界观 老师讲就说 宝贝你们记得 我绝对不会只赚一个国家的货币 我会赚 我已经在赚全球四十几个国家的货币 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事业 可以做全球100个国家的市场 对不对 你看我当年走进这个环境 我就想 我就好好做这个事业 能在中国市场做的可以就可以了 北上广做做就行了 结果就一直跟着我们老师 跟着我们团队 全世界各地去学习 然后去开发市场 去开拓市场 后来我发现 我现在全球5个国家也有市场了 5个国家也有市场了 对吧 就是不知不觉 对吧 你看在加拿大 美国 新西兰 然后日本 对吧 你看我们老师在日本是美国伙伴的天意 其实这种市场就是我妈妈 延伸出来的市场 我妈妈延伸出来的市场 你看 对吧 然后在菲律宾也有 在台湾那边也有 对吧 你看石磨姐的市场 是不是已经是到美国 也是我的市场 对吧 在加拿大也有 对吧 你看这个世界是不是很有意思 是不是 而且比你想象都要大得多 比如说今天有做生意的时候 你再想一个问题 你到一个国家 要去做当地的生意 你得花多少钱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一个跟恩严大哥的一个伙伴 到菲律宾跟随老师学习 住一个房间 他是在北京做什么呢 做气配生意的 他正好是做丰田和本田气配生意的 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国家用的最多的车 是丰田北田日系车 因为便宜 就是省油 然后他当时去到菲律宾 他说哎呀 朋友大家如果我能做菲律宾 这个一个一个城市 马尼拉的市场 对吧 就好了对吧 但他就他就能富得流油了 对吧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要打开马尼拉的市场 你作为一个华人和外国人 到这边来做这个市场 你起始资金得多少钱 他说彭国达 我每个一千万是绝对 绝对启动不了的 他说我黑道白道都得搞定 他自己这么讲的 对吧 所以等于说你看 你要去在一个国家做市场 要花多少钱 对吧 但是我们这些一分钱不用花 所以一会跟大家会讲一个 快点三本 对不对 第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很迷人 我们圆满生六个大 第一个有成功的事业 第二个你会有健康的身体 对吧 我们这个事业当中 我们这个事业当中 还有很多健康的课程 大家都可以来学 而且我们本身 就是做健康产业的 对不对 做健康产业的 你看我是今年35岁了 大家从屏幕当中 是也看不出我35岁了 我说我自己25 你也信吧 对不对 对吧 你应该你也信吧 对吧 然后呢是不是 所以说那你看这个事业 是不是叫年龄道德上 财富正的来 对吧 如何保养 以后咱们走进我们房间来学习 好不好 来学习对不对 第三个呢就是 就是叫做 然后呢 父亲会非常好 孩子教育会非常好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环境 也有这方面的课程 对吧 也有学习 而且是真的 会把孩子教育的经营的非常好 就像前两天我们陆慧姐 跟我毛毛姐在线上演讲 是不是一个母女同堂呀 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对吧 第三个叫家庭 第四个叫自由 对吧 你会有财务的自由 还会有时间的自由 最关键还会有心灵的自由 对不对 会有心灵的自由 后来我了解完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老师 后来走进我们这个世界 刚才我讲说老师 如果在这个世界当中 一年赚不到2000万 老师不会来 后来我继续的了解才发现 原来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 成功之后 还会有很多无形的价值 因为钱能解决的都是小问题 钱不能解决的才是大问题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发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成功 不光能解决 钱能解决的问题 还能解决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夫妻感情 你看现在离婚率是不是很高 对吧 比如说孩子教育的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 你能去打开时间的这把锁的问题 对吧 后来我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老师 后来走进这个环境 因为这个世界成功之后 你能打开你时间的这把锁 我告诉大家 你真的也不用说做到像老师那么成功 对吧 你看我是老师的众多学生的其中之一 你不用像老师这样做的那么成功 你做到像我这样就行 安利公司的稳定的海外旅游 营销经理 对不对 都不用营销经理 你只要做到高级主任 高级主任没什么的知道吗 就高级的没有什么的 然后我是24岁的时候 23岁24岁就做高级主任了 反正二三四岁就开始 二四岁就可以正式退休了 就不用做了 就是说每个月至少安利给我几万块钱收入 对 对吧 是不是 其实你看 你在 我现在是安利营销经理 营销经理的收入大概是 老的制度以前是五六十万 现在大概已经达到八十万到一百万了 对不对 我就算五六十万 对不对 上海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 是一年赚四五十万四五十万五六十万人不习起的 对吧 但问题就一个月四五万 对吧 但问题是你听说过每天不用上班 不用打卡 每天可以睡到自然性 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 一年还能拿五十万的有吗 各位老板们对吧 如果做生意的朋友们对不对 而且前提是不用租写字楼 不用给员工发工资 不用去租共享办公室 对吧 没有任何的运营成本 零成本 对不对 一年有五十万的利润 你觉得这样的事有吗 对吧 你不知道还是那句话 你不知道的事情不等于它没发生 你不了解的事情不等于它没发 不存在 我告诉大家现在有了 就是我们这个事业 好不好 大家继续了解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有时间的自由 对吧 有时间的自由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还 第五个叫做一群粮食易友 不是狐朋狗友 你看现在交朋友重不重要 对吧 朋友非常重要 圈子非常重要 环境非常重要 对不对 你要交一群好的朋友 非常非常重要 对吧 你看像那个吴某凡 现在这个社是不是就是 你看他十岁去了加拿大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观 对吧 因为那个加拿大国家的价值观 可能就是那样的 对不对 从小也没有接受过太好良好的教育 是不是 反正网友留言都特别搞笑 说因为速度太少 速度太少 速度还没上去 对吧 然后呢就是 其实就等于说我们的环境 就你接触什么样的人很重要 对吧 对不对 就像你看我们有一个我们老师讲过句话 说 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个环境的领导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给带进来 对不对 因为你看我们给孩子最好的是要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 对吧 你看为什么现在上海北京啊这一线大城的 不光一线大城了 我们中国所有的地方是不是学区房是最贵的 对吧 为什么学区房最贵 你看上海市中心有很多老破小的房子 就是已经30年20年度老破小的楼房 五层楼六层楼其实已经很破了 房子又小 然后呢又破 但是这个房子在比很多新的商品还要贵 那为什么贵知道吗 因为是不是因为他叫学区房了 那周边是不是有很多好的学校啊 因为家长就是希望给孩子有一个好的一个学习的氛围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他房价才贵 那房价高都是因为被人给带动出来的吗 因为大家都中国你看人是不是对自己孩子教育是很重视的 对吧 又就是要去买个好的环境嘛对不对 所以大家知道吗 你看我们这个环境啊 真的是你来学习的成本真的是太低了 几乎零成本 但是这个环境啊 真的是我见到过最好的环境 所以我奉劝所有的家长嘛 以后多了解我们的环境 不要再到外面抱一些各种培训班了 对吧 学这个技能了 学那个技能了 说实话你说你这个技能学的再多 无非不就是会讲两句英文吗 会弹两首钢琴吗 对不对 钢琴弹好了 什么会跳舞了 什么会讲英语的 你就能成功了吗 英语如果能代表成功的话 那美国人造中国是最成功的 对不对 那你说美国是大街上有行走的很多才华 和你的流浪汉啊 对不对 如果说你说你你那个跳舞就能很厉害的话 那当然如果你往专业方向去发展 那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对大多数来讲 这个只是一个技能而已 对吧 其实我们现在教育啊 对孩子教育最缺失是道德上的教育 人品上的教育和思维上的教育 这是最缺乏 但是确实所有的教育聚合不培训 对吧 所以老师一直跟我们讲嘛 说现在很多你看中国教育现在是不是开始改革了 今天我跟那个女孩子聊天嘛 对吧 对教育冲击很大呀 所有培训班不让补课了呀 对不对 因为我想因为中国也发现了呀 教育政府也发现了 你说你学这个前两天 老师不跟我们讲的新闻吗 一个一个人就前两天不高考刚结束吗 一个孩子刚考上清华跳楼了 或者移书怎么写的 移书怎么写的 说爸爸妈妈我已经帮你们考上清华了 你们可以放过我了 我走了 所有的家者们有没有有没有些启示呀 你孩子都活成你想要那样 但是他他有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 他想活成哪样呀 你说对不对 对啊 就哎呀什么 现在带孩子出去来 背唐诗三百首来唱首歌 跳个舞来个hiphop来个说唱 对不对 真的好像挺漂亮的孩子 对不对 哎好像挺给你长面子的 请问他的心智健康吗 他快乐吗 对吧 所以我从来来很感谢我爸妈 从来不给我报补习班 穷也穷得好 我爸妈也先给我报补习班 很开心很快乐 对不对 因为都是孩子在一起 天我们小时候就玩了嘛 对不对 发现学习成绩也没怎么差呀 你说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 所以大家都来了解我们 我们这样的环境 又有正能了又好 对吧 而且是不是都没有任何的成本 对吧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对吧 大家一定要来了解一下 是不是一群良心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呢 我们人生会有份有个 有个成就 还能去环游世界 我们还去帮助人助己 对吧 这是我们第一个 我们去值得做的原因 对吧 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就是我值得我们 我这些值得做 叫收入不受限制 就是你想赚多少钱 是你说的算 安利的制度是不封顶的 对吧 一分更运一分收获 对吧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 你几分更运就几分收获 对吧 你的付出 你的收入给你的付出 绝对是成绝对的正比 甚至有一天 你把你的市场做得很稳定 很庞大之后 对吧 你可能那个时候呢 对吧 就是可以有很多的被动收入 对不对 对吧 可能你不都会有 对吧 第三个呢 那老实说 365行业 365行业 每个行业最容易成功 不是餐饮业 不是什么直播行业 什么带货行业 也不是什么餐饮行业 也不是什么美法行业 不是这个行业 什么金融行业 对吧 其实每个行业都有成功的 做得很成功的 每个行业 是不是有做得很失败的 你说对不对 当然我们这个世界当中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安利他就是一个社交电商 以前是直销 但几年以前 已经转型作为社交电商了 所以大家记得 今天不要再跟别人说 我们是直销了 安利已经不是直销了 他叫社交电商 对不对 对吧 所以每个行业都做得非常好的人 又做得不好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那关键是看 你跟什么人来学 所以说365行 哪个行业最容易成功 是有人帮和有人教的 事业 事业是最容易成功的 就像我们老师以前 我刚刚学习的老师说 我们说 有一百座桥 对吧 有一百座桥 桥下面是悬崖 然后一百座桥 99座桥是纸壶的 只有一座桥是真的桥 你可以安全的通过这个悬崖 对吧 安全的可以通过这个悬崖 就是 但是呢 没有人去领你走 你敢走吗 你是不是也不敢走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他愿意领你走 而且他知道哪座桥 是真的桥 是不是你就很放心的 会愿意跟他走 对不对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世界当中 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已经在这个世界当中去成功了 实现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对不对 好时间 疫情以前很多的他是做高端的 很多一些老板啊什么企业家都到他那去洗头去做头发 都是开着奔驰宝马保时捷 南波基尼去的 结果一个疫情一结束 奔驰都换成了丰田 都换成了本田 都换成了大众 对不对 因为车都卖了嘛 是不是 你看我们老师呢 疫情以前 老师呢是不太注重车的 但是呢 为了给我们梦想 结果老师呢 疫情去年一年 又按你的奖金收入 是不是全款买了两辆百万几个好车 一辆林肯 一辆马萨拉蒂 对吧 是不是还买了明台包 买了那个包 对不对 所以你看疫情啊 人家都不敢花钱 我们老师呢 对吧 是不是特别敢 老师就特别敢花钱 因为老师花的是利息的钱 你看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你说对不对 对吧 所以你看 所以第三个叫做有人帮和有人交 对吧 有人帮有人交 这是你看 值得做的三个云 那我们创业还需要三本 对吧 创业还需要三本 首先第一个本是什么呢 哎呦 今天主题是清华校友路 是不是 清华校友路 我这个证书 已经准备在旁边了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重点知道吧 然后一会给大家讲好不好 好 然后呢 你看那个三个本 三个本 首先呢 第一个本叫什么呢 我们创业是不是需要本钱 对不对 我们以前啊 创业叫做重资产创业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因为我们的王健林 万达集团总裁 他的企业就是最典型的 前几年是不是他是亚洲首富 第二年就变成亚洲首富了 那个富变成负债的富 负债4000亿 对吧 你看他跟他儿子 那个王某聪先生 是不是这两年天天在卖万达的 卖万达的资产 因为他们就是最典型的重资产的 创业的起家的公司 对不对 你看比如说现在给你一个万达光厂 你敢接吗 你也不敢接啊 水电费多少钱 员工多少钱 对不对 你都不敢接啊 是不是 所以中国现在的 李克强在好几年以前 中国现在的最新的创业趋势叫八个字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它有个关键词是什么 叫重 对吧 重代表是什么 代表我们中国老百姓 那中国老百姓14亿人口有多少人 中国有14亿人口将近15亿了 将近这15亿人当中 大家知道吗 农民占了将近10亿 就等于说我们中国10亿人都是普通老百姓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中国的最新的创业趋势 是发展的非常好的 那这个创业项目一定是 你首先一定要符合一个标准 就是这个动物和老百姓 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才是真正的创业 所以我发现很多 老百姓现在有些 对不对 因为这些很多 在这个时代 是要一部分人家 对吧 国家当时给贷款 国家给帮助 那你说现在哪有 还什么无期无期的贷款呀 对不对 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说对不对 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想放贷 我们都不借 很多都不借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吧 是不是 所以现在接下来的 创业最新的趋势叫什么 从重资产变成叫轻创业 对吧 轻创业 所以我们今天去创业 所以说我们今天创业的思维要变 以前我们要去过一条河 第一个思维方式是什么 第一反应是造船过河 但现在我们要去过河什么 不用去造船 借船过河 这个叫共享 对吧 比如说以前我们骑自行车去地铁站 是不是要买辆自行车 对不对 对吧 那现在不用买自行车 你骑共享单车就好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打车 是不是可以有共享汽车呀 现在都有共享住房 是不是 上海这边更搞 商场里面有共享男友 什么什么 一个二位 一个男生就都陪你光一天 正常 对吧 对吧 你不要去怀疑中国政府的智商 工商局的智商 对不对 你说这个人都可以共享 当然了 这个也不能稍微道德底线 对不对 就正常的逛街 大家不要理解歪了 是不是 那你说我们自行车 车什么都可以共享 那你说创业能不能共享 当然可以共享 对吧 所以你看今天本钱 我们今天创业走进这个平台 本钱不用我们出 本钱是不是安利公司出 我们在北上广 我们有这样的体验馆 你看上海的体验馆 是2.3个亿建的 广州是6个亿 北京是3个亿 都是在北上广最中心的地方 在二三线城市 都有二级的体验馆 造价都在4000万以上 反正基本上安利公司 在5年以前转型做社交电商 在这方面体验化的战略 就已经就花下去100个亿 在100个地方建的 大概造价在 平均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验馆 那你看这些不用你出来 上海的体验馆 在上海的新天地 对吧 上海的 这个体验馆更牛 6个亿建的 对吧 在珠江青城 对吧 我们的体验馆像博物馆一样 是不是 你看这个体验馆不用你出钱 我们去到全中国的 所有的城市 基本上都有安利的店铺 都有安利的体验店 你不用自己开店 对吧 你看我们今天跟安利公司合作 怎么合作 是不是 就是我们是跟安利公司合资的 你看我每次约去我们的体验店 我们有咖啡馆 我说 我请你到我的咖啡店 我开的咖啡店去喝咖啡 他说 你咖啡店开在哪 我说我开在新天地 他说你不一样 你能在新天地开咖啡馆 我说对吧 我去了之后一看 是安利 然后他说 真的是你开的吗 我说是我开的 我跟安利公司合资开的 安利公司出2.3个亿 我出70 我们得懂法 是不是 我出70 他出2.3个亿 对不对 我们合资开的 你看你不需要自己去开 所以今天的最新的创业趋势是什么呢 本钱不要你出 重资产是重在安利 轻创业是轻在我们 对不对 对吧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创业模式 铁铁不用你看 我们线上的APP 我们的专卖店 对吧 还有我们跟腾讯合作的官方的云购微店 是腾讯官方合作的 安利公司不用你出一分钱 你说安利公司跟那个 腾讯官方合作云购微店得花多少钱 我觉得最起码一个几十亿得下去了吧 一分钱都不用你出 对不对 安利公司帮你出 非常棒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微店 对吧 你绝对不要理解成微商 对吧 这个绝对不是微商 你知道吧 所以让你的朋友带你来普及一下 什么叫微商 对吧 什么叫我们这个云购微店 不一样的对不对 你看这个店就知道了 对吧 那你看我们的物流是不是京东物流 对吧 然后产品 他们自己下订单在你的店里 是不是安利公司帮你发货 仓促 然后物流京东帮你发 你没有任何的物流 没有任何的成本 也不需要你进货 安利公司也不让你发货 为什么不让你发货 安利公司也怕你发假货 对不对 损害了安利公司的品牌信誉 对不对 你还没有进货的成本 没有任何的运营成本 业绩算你的 你觉得好不好 是不是 售后都不用你管 安利公司帮你管 对不对 是吧 你看是不是 那个第一个叫本钱 对不对 第二个呢 那你说你创意有本事 对吧 钱不是给想赚能赚 是给有本事的人赚 对吧 每个行业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记得 现在有很多创意项目跟你讲说 你只要投资就能赚钱 现在在我的概念当中 如果一个项目 抄投资如果要超过100块的 这个我认为都是骗人的 只要超过投资100 超过100块都是骗人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只需要投70 比如说我们投70半张卡 应该不算啥钱了吧 对吧 你看今天我跟那个 那个新朋友去 随便就是到那个什么 星巴格旁边一个什么快 一个什么新食店 反正就是点个咖啡 点个啥的 吃个什么什么带 什么健身餐之类的 反正两人也得100多了 对吧 两人100多 那你说是不是 其实应该不算什么了吧 对吧 其实因为我们买来西亚的一位老师讲说 70块钱你进商场 对吧 你只能买得到 买得到短裤 买不到长裤 你想买名牌 只能买内裤 对不对 对吧 你其实应该不算啥钱了吧 对不对 其实如果你没的 问你们介绍人要 对吧 他把70给你帮帮你办张卡 是不是 所以70应该不算什么创业成本 对不对 本钱不用你说 第二个本事 你要比如说在我们这 每个行业都一样 对吧 每个行业都是给有本事的人赚 就像老师讲365行谁能赚钱 内行人能赚钱 对吧 你看我们每个朋友 你可能现在都在做各自不同的行业 对吧 比如说你在你这个行业是内行 那你在那个行业就能赚我们的钱 因为我们是外行 是不是 比如说像我跟明峰姐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朋友说的领导人 他们为什么可以去赚钱 你看我们小五大哥在云南昆明 对吧 他们为什么可以去赚钱 在安利世界当中 是因为他们是内行 对不对 他们是内行 对吧 因为为什么会成为内行 因为每个人走进我们这个世界 走进所有的行业都是外行对吧 没有人说你一出生在你屁股上盖个章 你看我大学学会计的时候 彭博大哥你就是这辈子就是会计 对不对 明峰姐就是公务员学霸 对不对 然后什么我们学飞大哥 在屁股上盖个章 他就是卖鞋的老板 对吧 都不是说天生做这些的 都是后天要学的对吧 所以外行变内行什么 是不是叫学习式桥梁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本事 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老师会教对吧 以后我们现场有学习 你的老师和领导而接下来 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我们的学习都会去教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学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没有时间讲太多了 对吧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本钱公私储 对不对 本事你看是不是我们有团队老师教 对吧 我们有环境会去教你们 会去教大家 那最后一个你要成功 实际本事需要什么 需要本人 对吧 凡事你得亲力亲为 对不对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不对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吧 所以说那最后一个 你需要本人来干嘛呢 来运作这个事 那你本人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叫学 第二个叫换 一学二换 对吧 第一个你先要来学 那第二个呢 你要做多换就好了 对吧 第二个换 第一个呢 你换个牌子 你看你这事怎么去起步 对吧 比如说每个朋友 你可以来多了公司这个产品 对吧 你不要买 让你的教育 你去做那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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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买 你觉得好你在买 你觉得不好就不要去买 对吧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创业成本 是零起步的 因为比如说你今天 你今天不用安利的产品 不用安利的洗液 沐浴露 牙膏 这些补充食品的话 养殖的化妆品的话 净水器 还空气化 你不用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也会 你不买安利 是不是肯定你在生活当中 也会买别的牌子的 对不对 那今天如果你了解 安利产品好的话 你可不可以换个牌子用不用呢 把一些某雕 某猫 对吧 某力滑 对吧 某扣 什么某那个蓝带 这些化妆品日用品 能不能换出一些安利的 对安利产品真的 我这些品牌 我以前都用过 真的安利产品太好 我觉得安利是最好的 对吧 你们去用 你看 你们觉得雅兹好不好 互负品 对吧 反正你们看我这张脸 我35岁了 反正现在我到外面去 只要第一次见到我 你说你是几几年的 我说你觉得我是几年 最小的 有差我是 9岁 我说 你见的都是 菜别年轻要我年轻菜 对吧 我说你不要公为我 我不跟你玩这些的 我说咱们要真诚交朋友就好了 你觉得我是9几年 他说我觉得真的你像98年 你是98年 我说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他说是的 我说我是87年 他说哎呀哥你要保养的呀 我说我说我说你来聊聊聊 我们这个世界 我说我用的是我们的非常好的护护品 所以老师想说用雅兹 对吧 用雅兹对吧 你看是谁都不会伤害 会伤害谁知道吗 会伤害同龄人 对不对 因为你跟同龄在一起 比他年轻10岁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你看 就是要来了解好不好 对不对 要换个牌子 那第二个干嘛呢 第二个你要去换个环境 对 要去换个环境 就是以前呢 我们护育时间呢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大级的 它不是二选一的 它是一加一的 你现在该做自己工作 该自己工作 它可以一加一来做这个事 你把你的护育时间拿出来 拿出你打王总要的时间 拿出你吃鸡的时间 你看现在王总要今天央眉是批的呀 虽然我也打王总要 打到最呛王者五十四起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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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央眉今天是批了 说王总要是网络精神鸦片 对不对 然后呢 反正你看我现在也不想打 因为我已经好长期也不太打了 因为打了也没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已经 看破红尘了 打的已经比较顶着了 就就就也不想怎么打 对吧 所以你看你就拿出你打王总要 吃鸡的时间 跟朋友打麻将打牌 对吧 喝酒逛街 那就是追剧 然后呢 这种就是你浪费掉的时间 对不对 业余的时间走进我们这个环境 对吧 来学习一下 换个环境待一待 对吧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 不要到总区月电动刺踏刺了 对什么857857的了 对不对 来我们这个环境 336336 不要857857了 来他们环境来336336 是不是 业余时间 对吧 你看我当时业余时间 大学一毕业务就能找工作了 我当时安利的收入 虽然没做到科技主任 但是安利每个月 也能给五六千的倍增收入了 那时候我找工作差不多这个工资 那我既然在这环境 那不用上班 对吧 我用大学的寓意时间来做 对吧 当时边上学边来做都可以这样 对吧 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寓意时间 当你在这个环境的时候 超过你本职工作的收入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全力以赴了 对不对 因为那因为今天实际关系 我就讲到这里好不好 我们其实起步还有个6 对不对 刚才讲了33还有个6 换个牌子6个好 那今天呢 没有时间跟大家展开去讲了 大家提下来 以后再来学习再来了解 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在分享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是什么 就是有些人家有警察 他带马队过河 他不了解这个水到底有多深 他就问旁边媳妇的小孩子 他是住在这附近的 一个农村家的小孩 对吧 就问说 小朋友啊 你这个河水深不深啊 我马队能不能过河 然后结果这个小朋友就讲了 他说叔叔能过河 你过河吧 结果这个将军就带着马队过河 结果还没走几步路呢 还没到河水中间呢 才做了几步路 结果呢 这个河水就已经淹到码头了 那这个将军就知道 这个河水肯定很深 过不了嘛 对不对 他就把把队牵回来 就指责那个小朋友就说了 他说小朋友你怎么骗人 结果这个小朋友就说了 就跟叔叔说 叔叔我没骗你啊 你看我们家的小鸭子 我们家养的小鸭子 腿那么短 他都能过河 你腿那么长 肯定能过河啊 你看这个家伙马 真的是被他嘴的啊 他口无言啊 你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好像真有点道理 对不对 就像今天每个朋友 你想过上时间自由 和财务自由 想实现梦想 那你身边的朋友 几个是做到这样的呢 对吧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走进这个世界 是因为我们老师 今天的成功的结果 是我们真的想要的 对吧 因为他们已经很成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生想进行成功 你就要去问成功的人 去问带你来的朋友 问你的领导人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讲到这里好不好 那就感谢明峰姐 感谢大家 然后呢 希望以后接下来 还能跟大家去分享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把帮子交给 交会给我们的明峰姐 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彭扣大哥 热烈的掌声 小花花小星星 刷起来 感谢彭扣大哥 今天用心情的分享 在想 越低管越觉得 一个人 真的有判断力 要 既食人 又食货 能够把握 明峰姐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 你们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 今天主题是吧 清华校友路 像创业路是吧 忘了啊 最后讲一点 安立公司有个政策 35岁以下 做到一条经理 安立公司免费会送你去清华 最好的学院 精管学院 念的是这个 清华大学跟安立公司合作的 我们的安立经营领导检修班 那这个证书呢 到底有多 不是你们认为的什么 这个证书 念七天完之后 是跟我明峰姐 跟她老公 念六年清华 七年清华 硕士博士念出来的 韩天浪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录入到清华大学校友路 这个听完就觉得 安立公司是不是很牛 对不对 所以大家加油 对吧 大家加油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非常好 对吧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提升自己学习 真的这个太值得了 虽然为什么 我最后没有去讲这些 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 在我们在这个时间成功后 成功的一个巨爆 是不是从巨爆里面变出来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吗 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彭霍大哥 我看到颜慧姐已经把彭霍大哥 拍的照片 然后呢 还有证书的照片 都已经发上来了 真的让我收到 红伯大哥太有智慧了 千万次努力不如一次正确的职责 所以今天我们只要 我们求决的梦想 太棒了 感谢彭霍大哥 那我们今天呢 不是一部电影 而是一部连续剧 那我们的云学长 今天呢 有幸运的请到了我们的 我们的公众 我们的公众大哥 带着整个健康社群 帮助了无数人 免疫 所以明天 我们 周四的晚上 会有请 我们的 向大哥 对我们的外访 对引力的话题 对引力的话题